第1162章 好恨 小白跑进卧室 找到正在扑被子的舅妈 兴匆匆地说 要讲个好好笑的事情 给舅妈听 啥子好笑的是 说 马兰花手上的动静没有停 喜娃娃和榴莲 嘟嘟尿床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时候你给我说这个 你啥子意思 我再告诉你一个 好好笑的事情哦 说 你都不看我一下子 好了 看了你一眼 说吧 溜溜的老汉也尿床了 哈哈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马兰花呕了一声 到客厅催促白剑平睡觉 不要熬夜看电视 你明天不要上班吗 要 那还不睡觉 小白从马兰花身后 伸出小脑袋 也说道 舅舅那你还不睡觉 白剑平一下意识到 他又变成有人管的了 而且一下子来了两个 马兰花回到卧室 小白一步一驱 追问道 舅妈 好好笑的是 你不笑一下吗 哈哈 马兰花应付性地笑道 小白很不满意 你都不是真心地笑 我拉个就不真心 我真心得很 哈哈哈哈 看 我又笑了 小白嘀嘀咕咕 对舅妈的反应 依然很不满意 马兰花见状警告道 莫要偷偷骂我 小白 我才莫有骂你 那你在说啥子 我老汉听了我讲好好笑的事 笑得好大声唯 好了 睡觉 马兰花上床躺下 小白也爬上去 想要躺他身边 但被马兰花拦住了 并把他赶下了床 指了指对面的小床铺说 小朋友 睡在那里 已经给你铺好了 小白看看单独的一个小床铺 不敢相信地指了指自己 问马兰花 我一个人睡 你当然一个人睡 拉个脸 你一个大孩子 还要跟我一起睡 小白连连点头 你想得美 为啥子嘛 我怕你尿床 阴阴阴阴 阴阴怪 老子一拳一个 馋馋 你说啥子 舅妈 我告诉你一件 好好笑的事 你说 舅舅喜欢其他婆娘 说说 小白立刻从床上爬起来 钻到床底下鼓道一阵 爬出来时 手里捧着两本杂志 献宝式的献给舅妈 霍霍霍 你看 马兰花接在手里 随便翻看了一下 一双大手就捏紧了 小白还在按戳戳说 舅舅还丢了一本到楼下呢 我都看到了 他还不让我看呢 你从哪里 找来的 马兰花问 小白指了指马兰花的上铺 那是白剑萍的床铺 说在那里找到的 还有哪个小的 马兰花有点不相信小白 觉得小白屁而黑 黑一下他舅舅也是有可能的 还有喜娃娃 小白的话还没说完 白剑萍进来了 小白赶紧爬上床 躺在靠墙的最里面 静静地不说话 准备看戏 白剑萍进来后说 明天我去剧组上班 老马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有好多大明星 一 你手里拿着啥东西 马兰花看也不看他 继续 晶晶有味地翻看手中的杂志 赞叹道 这婆娘戴景嗨 白剑萍这时候已经看清了 这是他藏起来的杂志 顿时下的亡魂街帽 看向角落里的小白 只见小白藏在床上 眨眨眼睛 一脸的萌萌的 这小屁而黑 白剑萍心里大怒 小白似乎看出了他的愤怒 连忙说 舅妈 舅妈 舅舅要贬我 他敢 马兰花横眉冷对 杀起弥漫 不敢不敢 没有的事 白剑萍连忙否认 心里更对小白这个瓜娃子 恨之入骨 恨不得拎起来 揍他的一下两下 三四五六七八九 一摆下 马兰花已经对手中的两本杂志 失去了兴趣 他把杂志甩在白剑萍身前说道 说吧 哪里来的 白剑萍支支吾吾 欲言又止 在心里权衡说真话还是 说假话的利弊 这时候马兰花又说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你没这样的爱好 一定是有其他的原因吧 白剑萍立即顺赶爬说道 是工地上的小白给的 墙角的小白立刻跳起脚来说不是他 不是他 他不做这样的事 激动又愤怒 大眼睛瞪着白剑萍 对舅舅陷害他很不高兴 不要激动 不是说你这个小白 马兰花安抚他 旋即对白剑萍说 看看是可以看看的 我相信你不会乱来 对不对 对对对 我工作好忙 我不是乱来的人 好了 睡觉吧 见马兰花这么容易就放过了自己 白剑萍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 瞥了一眼墙角的小白 给了小朋友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大人的默契在于有些话心领神会不说破 但是小孩子不按规矩出牌 只听小白立即告状 舅妈 舅舅要杀我 我好怕呀 谁来救救我呀 我是个好娃娃 我只是有点调皮嘛 谁知道舅妈这回没有帮她说话 而是吼道 莫吵吵 睡告 睡告睡告 啊哈 白剑萍热烈响应 爬上床铺躺下 卧室里顿时没有人说话了 有的只是小白不时在床上打滚 小白你在住啥子 滚来滚去 你是溜溜吗 我浪个是溜溜脸 我是小白塞 小猪 哦 我也不是小猪塞 睡告好不好 睡不住 你这个年纪你睡不住 你想住啥子 舅妈 小小白会喊姑姑了吗 不会 你教了她吗 莫有教 你为啥子不教 我都喊你教了 你激动个锤子 小小白连爸爸妈妈都不会喊 就喊你姑姑 姑姑 咕咕咕咕 你听 好容易塞 随着小白的咕咕声 房间里竟然响起了嘟嘟嘟嘟的声音 嘟嘟声四起 叫鸡子一家也来了 我活 叫鸡子 浪个也来了脸 这时候 一直没有说话的白剑萍说话了 只听他向下铺的马兰花告状 老马 告诉你一件事 是关于小白这个瓜娃子的 关于我的 是一件好好笑的事吗 小白有兴趣的问 白剑萍 不好笑 好恨 第1163章闹麻球了 关于小白的 是一件好好笑的事吗 小白有兴趣的问 白剑萍 不好笑 好恨 浪个脸 小白问 马兰花也问 啥子事 白剑萍恨恨的说 你走之前 不是啊 他话没说完 就被马兰花打断了 马兰花很不高兴道 我走 我走个锤子 老子走哪里去 老子这不是好好的 我还没死 口误 口误塞 你不要多想塞 是这样的 老马 在老马你去深城之前 话没说完 又被马兰花打断道 老马 老马 张口闭口就是老马 老马个锤子 老马没有杂志上的婆娘好看 是不是 一顿指责 把白剑萍说的都不敢吭声了 小白也不敢吭声了 沉默了一阵后 黑暗里 马兰花问道 啥子是 你说 于是白剑萍说 在兰花你去深城之前 你不是喊小白多来看看我吗 但是 小白勒个瓜娃子 荡成耳旁风 根本不来看我 偶尔来 还是来找洗娃娃玩 顺便看看我 我好惨 小白一听 立即激动起来 从床上爬了起来 大声反驳 我 我 我今天还帮你打扫卫生脸 累惨我了 你今天来帮我 那是我打电话 请你来的乐 给你买了一箱小熊饮料 你才干活 你看看人家洗娃娃 人家洗娃娃多有孝心 白剑萍细数洗娃娃的好 衬托小白的不好 把小白气得磨小奶呀 这还没完 黑暗中白剑萍拿起手机 打开记事本 看住上面一条告状 看来是积怨已深 只是平常不发作而已 兰花 我再告诉你一件可恨的事 你可能已经晓得了 你大度 不和小白计较 但是我忍不下这口气 我一定要为你讨回公道 白剑萍的 累一会儿 见马兰花在黑暗中没有搭话 也不气馁 便自顾自地说 一 小白拉帮结派 喊了好些个瓜娃子 组了一个傻子儿童合唱团 专门唱歌的 叫傻子马兰花儿童合唱团 我打听到 勒个名字啊 是小白给起的 当时张探问叫傻子好脸 大家你一言我一句 起了好多好听的名字 那个时候 小白就跳出来 说两个不叫马兰花脸 多好听塞 他老汉一听 自己娃娃嘛 当然要支持牢 就用了这个你看 小白这个瓜娃子好没良心 二 三 四 五 讲完了一条又一条 当白剑萍讲到第五条时 忽然脑袋边 响起小白悠悠的声音 舅舅 我都不晓得啰嗦你 小白突然出现在白剑萍的床边 就趴在他耳边说话 把他吓得半死 本能地往墙边紧 小白你啥子时候爬上来的 我勒个登场方式帅塞 帅个锤子 夸我一哈塞 爬开 下惨我牢 那你为啥子要气我勒 这些是你做的不咯 我哪条说的错了 我都不 小的郎哥说你 舅舅 你莫把我惹急了 看我咋个咬你 你威胁我 威胁你舅舅 表须 莫慌 我就咬你一口 不会咬你第二口 那我还要谢谢你哦 你谢仨 你玩有点凶的 看我的铁头弓 你玩好兄弟 看我赐你一件 你硬是宝的 有言有畏乐 两个人吵吵闹闹闹钟 下铺的马兰花发飙了 怒吼道 闹麻球了 白剑萍立即不说话了 小白则小声问他 舅妈在说啥子 白剑萍小声说 让你不要吵了 他要吹你了 哦 我风景扯牢 黑暗中 只听小白爬下了床铺 往自己的小床去 只是这时候黑暗中 又响起了马兰花的怒吼声 小白你个瓜娃子 你踩到老子的手嘞 哦吼 我不是故意的 塞 对不起哦 舅妈 上铺的白剑萍 趁机落井下石道 小白绝对是故意的 他就是个故意的娃娃 小白反驳 站在床下和白剑萍吵架 马兰花的脑瓜子嗡嗡响 本以为离开了深城 不用照顾小小白了 他可以安静休养一阵子 没想到 回来后这里更吵 他的头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就在忍无可忍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胸膛剧烈起伏 把胸膛爆发出来的怒吼 硬生生憋了回去 手指头塞进两只耳朵里 闭上眼睛 平心静气 而不听为敬 第二天一早 太阳升起 又是阳光明媚 温度宜人的一天 小楼的走廊里 喜儿正在骑趴趴马 骑住骑住 又来到了白剑平家门口 只见房门紧闭 还没有人出来 他立即骑着趴趴马回去 向子子通风报信 说小白和他的舅舅和舅妈 还没起床 他站在墙边 昂着小脑袋 看了看墙上的挂钟 说 都这么晚了 他们还没起床 他们都是大懒虫 他跑到房间里 出来屎嘴里 含着一个纸哨子 哨子的另一头是卷的 一吹 发出哨子响声 同时卷的那一头 立即变直 当哨声停止时 又卷回去 喜儿一边吹 一边往屋外走去 谭锦儿问他去干嘛 我去喊小白起床 不准去 我要去 不准去 人家在睡觉 你去叫人家干嘛 太阳公共都这么高了 再不吃早餐 他们会饿肚子的 你怎么什么都操心 海牙黑早起的小鸟 有虫子吃 他们要吃不到虫子了 我还是带你出去玩吧 我才不去 这时候 另一头的小白家 已经有人醒了 是白剑平 他一边打哈欠 一边拿起手机看了看 当看到时间指向八点半时 吓了一大跳 立即风风火火 从床上下来 穿上鞋子去洗脸刷牙 他今天要上班 快迟到了 他一吵 马兰花和小白也醒了 马兰花觉得自己没睡好 全身酸疼 想睡 昨晚另外两个人吵到半夜才消停 把他气得没了睡意 他起床后 见小白还在赖床 就把小白的被子掀了 拍打小脸蛋和屁儿 醒醒 醒醒 不要睡了 起床 昨晚那么精神 现在粘了 马兰花要报复小白 休想睡懒觉 小白被折腾得彻底醒了 迷迷糊糊地被马兰花 拖去刷牙洗脸 马兰花打亮镜子里的小白 嘖嘖撑齐 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捏捏这里 掐掐那里 感叹道 你个以前的黑娃娃 现在咋个变得这么白了呢 第1164章 马大子你给的太多了 喜儿今天一早上就在走廊走来走去 拖着啪啪马来来回 时不时到白剑萍家门口瞅一眼 当看到白剑萍打开房门后 他立刻一溜眼跑了回去 嚷嚷告诉姐姐 小白家开门了 谭景儿无语 你说你一早上就敬前这事了 他见喜儿在门口探头探脑 休得一下 又溜了出去 旋即折返 不忘拖着他那只啪啪马 你去干嘛 谭景儿问 须姐姐 不要这么大声 我去看看小白起床了没 不要去 人家才刚起床呢 你跑去干嘛 要去等会儿去 但是我想和小白玩鸭 小白现在肯定是在刷牙洗脸吃早餐 你跑去干嘛 你没吃饱吗 吃饱了 那 你现在跑去就是蹭吃蹭喝 我喜儿有点不乐意 黏黏的 缺少玩伴 忽然说道 那子子你陪喜儿玩 谭景儿欲心不忍 放柔声音问道 那玩什么 我们过家家 我当妈妈 你当宝宝 好不好 谭景儿 喜儿见姐姐不说话 就继续说 好不好 不好 我 我给你做新衣服穿哦 那也不好 我给你做好吃的哦 不行 我带你去去看小猴子哦 不行就是不行 我给你吃内内哦 嗨呀嗨呀 这时候 一个小朋友跑到了他家门口 朝他喊道 洗娃娃 快来年 姐姐那里没有完成的过家家 想要在小白这里实现 但是小白比较浅脆 直接让他爬开 洗儿撅住小嘴 假装不高兴地说 那你来找我干嘛呀哼 我不跟你去了 我还要学习呢 我要认小动物 小白连忙 搂着他的小肩膀 笑嘻嘻地说 那等一下跟你玩 你先来我家塞 嗨啊 黑儿 洗儿立刻屁颠屁颠跟了去 刚要进门就见到 白剑平 从屋里出来 白舅舅你好 你吃了吗 是洗儿啊 吃了吃了小白 我去上班了 你今天跟住舅妈 小白目送白剑平出门 带着洗娃娃进屋 正好马兰花从厨房走出来 马兰花见到洗儿 笑道 哟 这不是洗娃娃吗 洗娃娃过来 让我看看你长大了没有 嗨嗨啊 马大子你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 浦江 洗儿的招呼真是别致 这是她听她姐姐 称呼马兰花 为马大姐而学到的 马兰花愣了愣 旋即笑道 那谢谢你 你真热情 吃早餐了吗 吃了 我子子做的 有油条呢 我吃了一根这么长的 哦 那你真厉害 再吃一点吧 洗儿摇头 哈雅嘿笑她 看到小白和马兰花 准备吃早餐 立刻就想开溜 但是被马兰花 拦住了去路 留下再吃点吧 马兰花二话不说 拉着洗儿的小胳膊 就往餐桌前去 小朋友毫无抵抗能力 小布偶式的被带了过去 接着被一把拎起 放在了一张小椅子上 和小白坐在一起 还没等洗儿说句话呢 眼前就摆上了一只大瓷碗 接着给了一双筷子 和一把勺子 大瓷碗里 装了满满的一碗白粥 粥里有肉丝 散发米香和肉香 紧接着身前又放了一只碟子 碟子里放了一个鸡蛋 一根油条 一只花卷 一截煮熟的玉米 够了 够了 洗儿连忙说道 开始紧张起来 再来一个麻园 马兰花最后放了一个麻园 在她碗里 够了够 谁来救救我呀 给的也太多了 收回 洗儿45度仰角长探 可是还没等她探完 忽然吓得一哆嗦 因为她又看到她的马大姐 把勺子伸了过来 不知道又要放什么 在她碗里 够了够了 马大姐 你给的太多了 别紧张 给你粥里 加一点点糖 你自己拌一下 拌一下 洗儿说着 乖乖地拌了 拌自己的粥 拌完之后才惊觉 把汤匙和碗 往前一推 我吃饱了呀 呵呵 洗儿吃不下了 身旁的小白 十分热情 招呼 她说 多少吃一点腮 洗娃娃 你看你 你都没有长大 你还是小小的一只 你看我 我有肌肉 小白亮出自己的小胳膊 鼓起劲 吐出了一个 若有若无的小包包 我不吃 我吃不下了呀 洗儿说 马兰花热情道 多少吃一点吗 洗娃娃 吃一点 能吃多少是多少 不要有负担腮 小白也宽慰洗儿 多少吃一点腮 洗娃娃 吃一点 吃 两点 吃三点 能吃多少吃多少 不要有负担腮 吃完了我再给你加傲 霍霍霍 音音音 小白和小白的舅妈太 热情 了 洗儿吃着吃住 又吃好多了 当她发现吃得太多时 已经晚了 扶住小肚子 小心翼下来的桌 小白要她到家里坐一坐 她马上就跟她玩过家家 但是洗儿现在玩不动了 也不想玩了 洗儿肚肚里有了小宝宝 我去告诉子子 她一手扶住墙 一手扶住小肚子 慢吞吞地出了门 回家找子子 结果这天一上午 洗儿哪里也没去成 就在家躺着 小白给她读绘本 讲故事 到中午的时候 她才恢复了正常 只是当小白在邀请她 去家里玩时 她说什么都不去了 马大子好吓人 浦江电影制片厂 厂里有自己的影视基地 不算大 白剑萍目前锁进的剧组 就是在这里拍摄 这是一部小成本电视剧 白剑萍干的是老本行 负责全剧组 一百来号人的影视 这部剧已经拍摄了 五个多月了 快要到了尾声 小成本剧嘛 拍摄进度都是很快的 时间安排得很紧凑 白剑萍做这一行 已经轻车熟路 这段时间来 把全剧组的伙食 安排得有条理 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 这天傍晚时分 一天的拍摄任务完成了 导演喊了客袋 宣布下班 明天八点开拍 大家收拾东西 准备回家 三三两两离去 导演正在和主演聊角色 这时候制片厂的 一位工作人员找上了她 说了几句话 导演便看向 正在收拾东西回家的白剑萍 旋即朝工作人员点了点头 老白白师傅 你等一下 有时间吗 来一下导演朝白剑萍喊道 白剑萍以为导演 对明天的伙食 有什么特别要求 这种事不常有 但不是没有 来吧 导演 有什么要求吗 不是 伙食你安排得很好 难得兼顾了许多人的口味 这段时间 大家反应都不错 辛苦你了 这次是另外的事 第1165章我来背住你吧 白剑萍终于和导演谈完了事情 他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 坐上了地铁 想着刚刚和导演的谈话 原来是偏商要调他去另外一个剧组 正是现在讨论度很高的黑血豹剧组 这个剧组不在制片厂的影视基地拍摄 而是在浦江影视城 那里环境设施更全 才能满足拍摄需求 原先剧组分管伙食的人被开了 因为今天有人吃了饭后拉肚子 有工作人员 也有演员 导致耽误了拍摄进度 导演 制片 剧物大发雷霆 有人扛了雷 所以卷扑盖走了 然后就是有人推荐了他 白剑萍觉得自己答应不答应 没什么用 常理既然跟他说了 意思是希望他去 他的个性不像马兰花那么强势 习惯服从 既然常理想让他去 那他就去吧 只是 发生这事后 他陡然觉得肩上的压力大了许多 剧组伙食出了问题 那肯定不只是负责人的问题 肯定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 他必须尽快找出癥结所在 他的手碰到口袋 口袋里是一个大红包 刚才导演给他的 说是感谢他这几个月的辛苦工作 他还没看是多少钱 但是感觉蛮多的 拿在手里厚厚的一点 他刚出地铁 他的电话就响了 是小白的 小白在电话里问他什么时候回家 白剑平说再有十分钟就到家了 他们今晚要宴请工地上白家村的老乡们吃饭 本来是打算在家煮饭菜的 以前就是这么安排的 但这次张探建议到外面的饭店 说给马兰花省点事 要知道做一顿宴席是多么的麻烦辛苦 白剑平想想也是 他们现在生活改善了许多 不再像从前那样需要省吃俭用 一块钱荡成两块钱来用 请客的酒楼就在皇家村中 不是高档的地方 很接地气 张探当然可以请更好的地方 但是没那个必要 反而让白家村的那些老乡拘谨不自在 白剑平没有回家 直接来到了酒楼 马兰花正在门口等人 见到他出现 招手喊他过去 老白这里 马兰花脚边的小白也在朝他招手 喊他过去 老 舅舅快来塞 白剑平瞥了一眼小朋友 这瓜娃子今天穿了漂亮的小衣裳 西瓜头头上别了一只红色的卡通发卡 看上去像得千金小姐了 你们站在门口等我吗 白剑平有点高兴 老婆侄女对他这么上心 回去吧 回去吧 大家都来齐了吗 马兰花让他自己上去 说他们是在这里 等白家村的那些老乡 快走快走 我老汉在楼上里 小白挥手 让白剑平快走 一点不像对他上心的样子 张探在楼上督促上菜 马兰花就和小白在楼下等人 白剑平上去没一会儿 巷子里就来了一帮白家村的人 都是在附近的工地干活的 结拜而来了 舅妈 来了 小白眼尖 马兰花也见到了 招手说这边 一行人有十几个 闹哄哄的很是热闹 他们看到马兰花脚边的小白 有点差点没认出来 一段时间没见小白 小白长大了不少 而且身上的气质 和以前在山野田地间乱跑的 那个瓜娃子迥然不同了 敦子老汉 你打电话给敦子了吗 小白呛着一个皮肤有黑 五大三粗的男人问道 这是敦子的爸爸 这对父子长相很像 刚来的时候就打了 小白你啥子时候回去啊 我还要上学里 我老汉说过年回去 马兰花领着众人上楼 白剑平和张探在走廊口等住 一行人进了包厢 菜已经上了一半 酒也拿来了 都是三十年的大雄好酒 张探特地带来的 平常白剑平和这些老乡 吃饭喝酒 都是非常的随意 大呼小叫的 但是今天马兰花和小白都在 特别是张探也在 这些人收敛了很多 一个个客客气气的 小白端住一只小花碗 拿着一双筷子 围着桌子溜溜转 看看这个菜 看看他的菜 瞅着空隙就侧住小身子 伸筷子去夹菜 再打游击呢 小白你过来张探喊他过来 问他在干嘛 吃茫茫塞小白说着 把自己小花碗里的一个煮熟的烧鸡板粒 夹给张探吃 张探低头吃在嘴里 同时说道 吃饭就坐在这里 别端住碗转悠 小白眼睛倒出瞄 打量 在座的众人 小声问道 会不会不够位置作压 不会 这就是为你准备的椅子 坐上来 张探二话不说 把小白抱到自己座位旁边 桌上众人纷纷说道 小白你想吃什么菜 我给你转过来 小白眼睛溜溜转 撇撇他老汉 脚丫子在桌子底下乱晃 心里开心得不得了 以前这种聚餐 总是在家里举行 家里的空间和餐衣有限 人挨着人坐 很挤 没有小孩子的位置 于是小白就只能端住饭碗溜溜转 看到哪里有空隙 就赶紧夹菜到碗里 他都习惯了 所以这次酒席一开 他就自觉地端住饭碗转悠 忘了自己是有老汉的娃娃了 张探快速吃完后 给大家敬了几杯酒 就先带着小白下桌了 到旁边的小隔间里泡茶喝 给小白看平板电脑里的动画片 就算他表现得在随和 这些白家村的老乡依然拘谨放不开 所以他只好先下桌 他一走 餐桌上的气氛就热烈了许多 张探再坐了一会儿 便带着小白先走了 夜色已经降临 月亮升起 淡淡的银灰颇洒洒秋天的天空 格外的清爽 夜空如洗 月亮和星星特别的明亮 走在回家的小巷子里 路灯亮起 沿街的小店铺和路边闲座的人 不少认识张探 纷纷跟他打招呼 同时招呼小白 小白蹦蹦跳跳 热情的回应 走到了一段人少的地方 他才好奇地问 这些人为啥子都认识他 张探牵着他的小手说 这些人都是你的叔叔 阿姨 阿婆阿公啊 哈 我落个多了这么多亲戚类 他们都是爸爸的长辈 所以当然也是你的长辈 哦 牵着老汉的手 小白蹦蹦跳跳 叽叽喳喳 问这问那 心情好极了 张探瞄了他一眼 说 哎呀这里好黑 地面上好多坑 小朋友走在这里会不会摔脚 小白 我来背住你吧 小白愣了愣说 这 这不太好 所以看这里还很脏 你的小白鞋会脏的 不好 我一定要背着你过这一段路 然后不由分说 蹲下来 拍了拍后背 让小白上来 他只感觉身后安静了一会儿 接着一个小身子爬了上来 一双小手握着他的脖子 第1166章嘟嘟化身大马 张探背住小白回到小红马学园 背上的小朋友没有主动提要下来 他便背住小朋友进入了小红马学园 牢里给他们开的门 小白大声朝他打招呼 以及大声跟一路上遇见的瓜娃子打招呼 喜儿正在和嘟嘟挖沙子 见到小白骑着大马而过 羡慕地停了下来 站在沙坑里望住 大眼睛亮晶晶的 但是 他没有喊住小白 更没有追过去 而是目送小白骑着大马进了大楼 是小白A嘟嘟对他说 小白骑着他的爸爸回家了 喜儿说道 我也想骑大马 嘟嘟好奇地问 那你的爸爸呢 在家里 我有我爸爸的照片呢 背住洗娃娃 就像前爹背住小白 嘟嘟又问 那你晚上会让你爸爸背你吗 嗨嗨啊 我爸爸在照片里呢 背不了呀 我骑啪啪马皮 啪啪马是小白送给我的 我最喜欢啪啪马 梁小芝讨论了 一会儿啪啪马 嘟嘟对啪马很好奇 和喜儿相约 找机会去喜儿家 看看喜儿说 可以让嘟嘟也骑一骑啪啪马 突然 嘟嘟问道 喜儿 你想骑大马吗 喜儿点点头 他最喜欢玩的就是骑大马 各种形式的骑大马 例如在公园里骑旋转木马 他和子子上个礼拜天 就去了公园玩 子子陪他一起骑了 粉红色的旋转木马 他开心坏了 嘟嘟听他说想骑 便把手里的小铲子丢了 拍拍小手 又在自己的裤裤上擦了擦 弯下腰说 喜娃娃 你上来 我背你 哈 喜儿骑过流流 骑过小白 江冰哥哥也曾经背过他 但此外 他没骑过其他的小朋友 况且 嘟嘟的年纪比他还小呢 这不好喜儿犹豫到 很想骑大马玩 尤其是刚看了小白 骑着前地而过 他特别想要一匹自己的大马 但是想到眼前的是嘟嘟 一个比他年纪还要小的小步点 他很不好意思 我力气可大了 你看 嘟嘟说完 一把抱住了喜儿 把他抱了起来 双脚离地 从这里搬到那里 又从那里搬到这里 再从这里搬到小树林里 吓得喜儿连忙挣扎住下来 喜儿知道晚上的小树林很危险 有夜猫胡子吃小孩子 就算不吃 也会使劲捏小孩子的脸脸 溜溜溜压我 哈哈哈哈 我太棒了 我力气可大了 嘟嘟说 他力气确实大 这么折腾喜儿 自己却脸不红 气不喘 也不知道是吃什么长大的 嘟嘟虽然年纪比喜儿小几个月 但是个头却比喜儿高 身材也比喜儿壮实 他的身材不是流流的胖乎乎嘟嘟 他穿住衣服的时候感觉不到胖 但是撸起袖子 卷起裤脚 就能看到肉肉的小胳膊和小腿 喜儿被说服 擦肩进了手手 再三提醒嘟嘟 嘟嘟你累了 你就放我下来呀 你不要累坏了呀 嘟嘟二话不说 就把喜儿背在 了身上 背住他在院子里到处转悠 起初喜儿还担心把嘟嘟累坏了 但是转了一会儿发现 嘟嘟看起来是真的不累 挨压嘟嘟 你真是大力士呀 嘟嘟嘟嘟嘟 这是我的强项塞 嘟嘟学起了小白的口头禅 两小只玩起了骑大马的游戏 先是嘟嘟背了一阵子喜儿 接着喜儿头逃暴力 也背了一会儿嘟嘟 他是真的背了一会儿 就一会儿 再多一秒都撑不住 嘟嘟可把他累坏了 两人玩得不亦乐乎 直到刘刘加入进来 刘刘先背了喜儿 接着又背了嘟嘟 他兴高采烈地以为 轮到自己骑两匹小马时 结果无论是喜儿还是嘟嘟 都白手不玩了 玩不起 玩不起压榴莲 喜儿慌张张地说 嘟嘟也说 是真的玩不起压胖榴莲 嘟嘟可能是因为 不想背榴莲而找的借口 但喜儿绝对是真的背不起 榴莲跟他们讲道理 说自己背了他们压 现在他们要背他 你太胖了 榴莲我背不起压 到喜儿说道 这个诚实的孩子竟说大实话 他以为自己掏心挖肺说真话 榴莲应该会体谅他 结果榴莲听了大怒 气得跳脚 这时候嘟嘟也说 榴莲你太胖了 我和喜儿背不动压 榴莲再也忍不住 追着要捏他们两个的脸脸 楼上的家里 小白又想去舅妈家住 但被张探劝住了 给他讲道理 小朋友还很不高兴呢 最后不得不打电话给舅妈 说自己今晚不去和他们住了 但是 明晚他一定过来 那边 马兰花挂了电话 白建平迫不及待地说 瓜娃子不来 太好了 今晚可以睡个好觉马兰花 他不来你告状 他来了你又嫌弃 你真难伺候 白建平今晚喝了不少酒 回到家里 没一会儿就躺床上睡住了 呼噜声震天心 一阵一阵的 而且没有规律可言 可把马兰花害苦了 马兰花以为自己已经免疫了 没想到还是受不了 大半夜睡不住 心想小白那个瓜娃子运气真好 今晚没来 不然他就有半陪了 他看了看手机 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太晚了 要是早点的话 他就打电话 喊小白过来玩 以前他和小白 都受过白建平的呼噜声摧残 那时候 他们俩就坐在床上 你看我我看你 虽然也难受 但是有半好多了 而且瓜娃子特别好玩 抱在怀里捏啊捏 人躺床上躺久了又累 感觉全身都不舒坦 于是马兰花前翠在黑暗中坐了起来 脑海里胡思乱想 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这次回到浦江 他应该会待蛮长一段时间 得找些事情做 他想到刚来浦江时 他摆摊擦鞋 后来摆摊卖煎饼果子 他的煎饼果子车还在呢 他想是不是可以重操旧业 对他这种做了一辈子的人 是闲不住的 手里没点事做 感觉身心空虚 想着想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突然房间里的呼噜声停了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停的 老马 你还没睡 马兰花美好气地说 你呼噜声那么大 谁睡得住 那你睡吧 白剑瓶翻身而起 准备下床 你坐球去 喝点水 渴了 你睡吧 我给你拿 桌上放了水 马兰花坐在床上 伸手拿起了早准备好的保温杯 递给上铺的白剑瓶 以前每当白剑瓶喝酒了 他都会放一瓶温水在床边 以便白剑瓶醒来后 可以第一时间解渴 喝了水 解了渴 白剑瓶和马兰花闲聊了几句 没一会儿 马兰花说话的声音 就越来越小 渐渐地没了 他睡住了 他太困了 白剑瓶躺在床上 努力瞪大眼睛 不让自己睡过去 脑海里没事找事想 以便转移注意力 这么一想 还真让他想到了一些事 例如迫在眉睫的事 怎么整顿黑血豹剧组的伙食问题 第一千一百六十七章晚安 祝你好梦 这一晚上的喜儿 从小红马学员回来后 一直在疯狂骑趴趴马 搂着马脖子上蹿下跳 看得谭景儿以为 这孩子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 我今天骑了嘟嘟 嘟嘟当了我的大马呢 还要替喜儿和姐姐 分享自己的开心事 嘟嘟真好 但是你不能总是让嘟嘟背你 知道吗 嘟嘟比你还小呢 谭景儿说 喜儿点点头 说下次他就不让嘟嘟背他了 而且今晚他也背了嘟嘟的 后来 后来榴莲来了 榴莲要我们背他 哎呀可把喜儿吓坏了 我后背压扁的喜儿说着 露出啪啪的表情 拍拍自己的小胸膛 似乎死里逃生 谭景儿不由失笑 姐姐 那我的饭本呢 喜儿忽然说道 饭饭本本就是那本 寄了她欠多少顿饭饭的本子 在卧室的抽屉里 怎么了 你不放心又要数一遍吗 嗨嗨啊 喜儿不回答 一六烟跑去找来饭本本 翻开来又数一遍 一二三四五 十六一 喜儿照住笔记本上的正字数数 发现不对压 她跑去找到正在烧水洗脸洗脚的谭景儿 姐姐 子子倒是十六 不是十五 什么是十六 不是十五 谭景儿没听明白 从喜儿手中接过笔记本 喜儿是欠十五碗饭 不是十六碗 我们上次数过的 说起这个喜儿就精神了 记忆力也好了 没错呀 上次是十五 现在是十六 你这两天又欠了一碗 哈 没错 这是你自己写上去的 又不是姐姐写的 你看住笔记 是不是你自己的 是 那就没错 谭景儿把热水 倒进 洗 脸盆里 然后掺冷水 调整温度 喜儿跟在她身后继续问 姐姐 子子今天喜儿在马大姐家吃好多饭 你能不能帮我算呀 什么马大子 小白的舅妈 呀 那是马大姐吗 你要喊马舅妈 喜儿今天就喊了马大姐呀 那是你喊错了 以后不能这么喊了 哦 那我就听姐姐的名 姐姐 帮我算一算呀 喜儿 到了晚上才想起那天早上在马兰花那里吃了很多 要算到小本子上来 给她化掉欠的一两碗饭 不然她岂不是亏大了 谭景儿说 那就折算成一碗饭吧 化掉一笔就行了 但喜儿不同意 她认为她起码吃了五碗饭 所以要求化掉五笔 谭喜儿 你真是会狮子大开口呀 你的小肚子根本吃不下五碗饭 你算错了 没有 姐姐 喜儿没有 喜儿 真的吃了五碗饭 喜儿张开小巴掌 竖起五根手指头 示意她是真的吃了五碗饭 必须给她算上 你不给喜儿算 喜儿就要不高兴了 然而谭景儿 不吃这一套 你不高兴也没办法 你没吃到五碗饭 我真的吃到了 我都吃成这样了 我是这样回家的 喜儿说着 模拟当时她吃成了的样子 用双手夺着自己的小肚子 挪一下才走一下 接着又扶着墙 一步一步挪小碎步 谭景儿被她逗笑了 旋即告诉她 下次不能吃得这么撑 对身体不好 她本是好意 结果谭喜儿小朋友 却不高兴了 子子你也知道 对小朋友不好呀 那你还让喜儿吃那么多 这个小朋友现学现用 倒打一耙 让谭景儿啼笑皆非 你一顿吃三碗不会吃撑 但是你一顿吃超过三碗 你就会肚子疼 喜儿眼珠子溜溜转 我 我都不晓得啰嗦你 那你就不要说了 快过来 洗脸 洗脚 你今晚又挖沙子了吧 那 还害啊 我和嘟嘟一起挖了沙子 谭景儿一边帮喜儿 卷起袖子 一边问 那今晚中了哪个小朋友 中了喜儿 还害啊 喜儿从水盆里捏起毛巾 拧掉水 给自己擦脸蛋 一抹 小脸蛋粉嫩粉嫩的 皮肤Q弹 怎么中了自己呢 谭景儿问 到厨房拿来了一只蓝色的桶子 当喜儿洗完脸后 他把脸喷里的水倒进了桶子里 帮喜儿脱掉鞋子和袜子 让他洗脚 喜儿想快点长大鸭 喜儿把自己的小脚鸭子抬起来 放到鼻子边闻了闻 好像鸭 嗨 咦 谭喜儿 你这样 不畏生 嗨 嗨 喜儿把小脚鸭子放进水桶里泡脚 舒服地啊了一声 韩姐姐也一起来泡脚 谭景儿搬来椅子 在喜儿对面坐下 也脱了鞋子袜子 把脚伸进水桶里 姐姐 我给你让位置 喜儿把自己的小只游游挤在边缘 让谭景儿把脚伸进去 两人一边泡脚一边聊天 喜儿又要求帮他化掉五碗饭 算了 子子帮你化掉两碗吧 再多就不行了 你要是不同意 那就算了 我不化了 同意 我同意 我举手了 喜儿连忙高高举起小手 表示两碗她也同意 她这么爽快 让谭景儿有点怀疑 是不是被小妹妹套路了 但话已说出口 她不能反悔啊 我洗完了 喜儿匆匆给自己擦了只游游 穿上小棉鞋 说要给姐姐擦只游游 不给她擦 她还急了起来 板住脸说自己很不高兴啊 谭景儿只能让她帮忙擦只游游 这小朋友擦得可仔细了 蹲在她跟前 抓住只游游仔仔细细 里里外外擦了两遍 最后还问了一句 姐姐你满意吗 满意 满意 谢谢你 现在要睡觉了 快去床上躺住 姐姐很快就来谭景儿去倒水 回来时喜儿已经在床上躺住了 手伸在被子外 似乎 在看东西 看到她回来后 立刻把手藏进了被窝里 你在看什么 谭景儿问道 也上了床 还阿贤 没有看照片喜儿笑道 侧过小身子 把后背留给谭景儿 真难得 今晚不但没有主动求抱抱 反而侧过小身子 一定有状况 看什么照片呀 谭景儿问 喜儿回头看了看她 笑嘻嘻的 重新落在枕头上 宝宝要睡觉觉啊 那睡觉吧 不要偷偷不睡觉啊 好的 谭景儿靠在床头看了惠儿书 身边的喜儿 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当她准备关灯睡觉时 给喜儿盖好被子 捡到从她怀里 调出来的照片 她拿起来 放到台灯下一看 是爸爸背住喜儿的 那张老照片 喜儿骑在爸爸的脖子上 搂着爸爸的脑门 看住镜头笑得格外开心 那时候的喜儿还很小只 只有一岁多点 门牙在那时候就已经掉了 正是因为门牙少了 所以笑起来还害了漏风 成了她现在的标志性笑声 夜深人静 谭景儿拿着这张 有些皱褶的照片出神 她用手指轻轻抚摸 照片上的爸爸 似乎想感受到她的温度 两久 她似有似无地叹了口气 把照片放到了喜儿的枕头下 她猜喜儿应该是看到张探 背住小白回家 所以心生羡慕 晚上睡觉 才特地找到这张老照片 抱在怀里 去梦里找爸爸骑大马 去梦里找爸爸骑大马 这是喜儿有一次告诉她的 当时喜儿说这话的时候 还洋洋得意呢 这傻孩子 谭景儿静静地打量 喜儿熟睡的脸蛋 心中柔情充斥 她低下头 亲了亲 小声说了句 晚安 祝你好梦 第1168章立威 黑雪报剧组 白建平正式走马上任了 说上任有些不对 她负责剧组几百号人的伙食 责任重大 但却不是什么领导 她今天是第一次和这个剧组的餐饮采购人员见面 送她过来的是剧组的第一句 白建平今后就是向这位剧物报告工作 白建平是个不善言辞的人 在剧物介绍后 向十来号人说了几句场面话 便正式走马上任了 原先的负责人被辞退了 一同被辞退的还有另外三人 都是因为饮食的问题 剧物告诉她 处置的人员都处置了 但是白建平依然不放心 上班第一天就要来了所有采购食材的明信 她一一核对 这一核对 还真让她发现了不少问题 不是食材品质有问题 而是采购价格明显高于市场行情 她做这一行已经快两年了 什么食材什么价格 她心里比谁都清楚 所以她扫一眼这些价目表 心中就以一目了然 她想了想 正考虑该怎么做 她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是装作什么都没发现 二是找巨物报告 那样的话 负责这几条采购线的人肯定会被开除 正当她犹豫时 看到张探也来了 她家刮娃子小白也来了 小白第一眼就看到了她 站在老汉脚边 看住她 霍霍笑 手里举住自己的儿童手机 对住她就是一阵咔嚓咔嚓拍照 一脸的小屁儿黑模样 哈哈哈哈 你哈啥子咚咚 拍啥子拍 舅舅你拉个来了嘞 我在这里上班塞 哈哈哈哈 你拉个和我老汉一起上班了 我们本来就是一起的 你喝小熊吗 不喝 你自己喝吧 舅舅 家里的小熊还好吗 上次打扫卫生 白剑平给他获喜儿买了一箱小熊饮料 他们没有喝完 存放在了冰箱里 小白没有忘记 这不惦记着吗 白剑平愣了愣 支支吾吾说应该好住 你一边玩去 我跟你老汉说是 张探招呼一个女工作人员把小白带去看拍戏 然后走到编剧工作的小房间里 白剑平跟随而来 告诉他采购有猫腻的事情 给我看看名戏 张探说道 结果一张单子看了起来 白剑平指着其中的三项 分别是青菜 小辣椒和食用油 这三项的采购价格都明显高于市场行情 张探想了想 把单子还给他说 你直接去找巨物 之后怎么处理你听巨物的旋即 张探把自己的分析一五一事告诉白剑平 这三项采购问题 巨物不可能不知道 要知道前两天刚开出了好几个因为采购出问题的工作人员 他不会天真的认为对方没有对食材全部核查 白剑平能一眼看出的问题 人家看两眼看三眼看不出来 张探觉得吧 巨物特地留了这三个问题不处置 多半是给白剑平下手的 为他立威 这三样食材的量都不大 相对属于小问题 像是特地留给白剑平练手的 白剑平没想到里面还有这样的门门道道 心想要不是问了张探 万一他当作没发现 不知道巨物会不会把他开了 张探目送他离开后 没把这事放心上 在剧组这种事不多但也不少 浦江电影制片厂是国内大厂 剧组管理已经非常严格规范了 仍然难以完全杜绝这种事 可想而知其他地方有多乱 甚至不少剧组 导演明知道采购吃回扣 却拿这些人没办法 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张探拿着手机翻阅购物网站 天气逐渐转冷 要给小白添秋冬衣服 小孩子身体长得快 去年买的新衣服今年已经穿不了了 他挑了许久 最后买了两套秋装 他刚下单 准备出去看看 小白就疯疯活活跑了进来 老汉 下惨我勒 小白说道 小脸有些发白 怎么了 张探问道 给他倒了一杯温水 小朋友脸蛋惨白的 看起来背下的不轻 小白巴拉巴拉讲述 心有余悸 原来是他刚才看拍戏 结果那段戏 正好是比较血腥暴力的 把他吓惨了 没看完就慌慌张张跑了回来 张探便让他留在房间里看动画片 给他打开了平板电脑 小朋友捧着看起了风车车和假老链 没一会儿就哈哈大笑起来 瞬间把之前的害怕甩至脑后 张探盯他就在房间里不要出去 旋即自己出门 来到剧组拍摄现场 站在导演身后看戏 编剧江戎也在 站在张探身边和他小声交流 中午快吃饭的时候 白剑平过来告诉张探 那三个采购人员被开除了 张探点点头 说那剧组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这时候有工作人员敲门 说道 张老师 导演喊你一起过去吃饭 好 马上就来张探说道 喊上小白一起去吃饭 啊哈哈哈哈哈哈 小白捧着平板电脑还在傻笑 他舅舅白剑平看不顺眼 笑得像个憨憨儿 小白收起平板电脑 瞪着白剑平 舅舅 你才像个憨憨儿 不要一直盯住电脑看 你眼睛会瞎的 人家的眼睛大住呢 快去吃茫茫吧 今天午餐有你爱吃的力烧鸡 小白一听 咳了一声 蹦蹦跳跳跟住老汉走了 小朋友饭量小 吃得也快 所以没一会儿就放下了碗筷 脖子上挂住自己的手机到处转摇 他看到之前拍戏的那位男演员 在戏中这位是个反派人物 打人很凶 小白意见对方 立即呆了呆 假装没看见 敲迷地绕道走 他又溜达到了白剑平那里 白剑平在安排好大家吃饭后 自己才最后吃 他坐在一个的大桶中间 这些大桶里装了做的饭菜 他捧着一碗高高叠起的饭菜吃得正香 小白站到他面前 举起手机又开始咔嚓咔嚓拍照 白剑平白了他一眼 说了一句保里保气 便没有理会他 张探上午买的新衣服 到傍晚的时候就送来了 全程配送 速度很快 客厅里 小白正和喜儿在看平板电脑 张探领了包裹上楼 却听到喜儿在说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嗨嗨啊 给我玩一玩 等等塞 等等 喜娃娃 让子子先玩一会儿就给你 张探来到他们身后 探头看了看 好家伙 小白在玩游戏 大鱼吃小鱼的游戏 吃得越多 长得个头越大 长得速度要是不够快 遇到个头更大的鱼 就可能被反噬 小白熟练的操作游戏中的大鱼 灵活得很 看起来小朋友不是第一次玩了 但是张探却不知道 嗨嗨 听到张探咳嗽 小白看了也不看 立刻把平板电脑塞在了喜儿怀里 自己装作无辜的样子 嗨啊 喜儿才不管前爹来了没来 是不是在背黑锅 他喜滋滋地捧着电脑 接着小白都往下玩 但是他技术和意识差小白太多 没一会儿就遇到一条大个子的鲨鱼 被鲨鱼一口吃掉了 顿时音音个不停 小白过来 试试衣服张探招呼小白 啥子衣服 买给你的 喜儿放下平板电脑 也好奇地凑了过去 第1169章 你为什么没有男朋友 张探拆开包装 给小白试穿衣服 小白穿外套时 头套不进去 喜儿赶紧帮忙 梁小枝愣移了好几下 才挤进去 但是衣服对小白来说小了 他穿住不合身 张探打亮两眼后说 你胖了 小白 小白别住小嘴说 我不要变成小胖子 你没有变成小胖子 你只是比以前长大了来 喜儿 你来试试看 是小白的衣服 喜儿说 这又没关系 来试试看嘛 喜儿在张探和小白的张罗下 穿上了新衣服 还害笑 兴奋得不得了 喜儿穿大了 张探说 喜儿太小只了 张探给小白买了的两件衣服 都小了 喜儿穿的花又大了 所以只能退货 他觉得这两套衣服的款式很好 也不再另外挑选了 就直接选了这套衣服 大一号和小一号的 给小白和喜儿各一套 喜儿一听到自己也有新衣服 难以置信的样子 不断追问确认 他真的有吗 他也有吗 得到肯定答复后 小朋友蹦蹦跳跳 兴奋得难以自持 我好开心 喜儿太单纯了 别人给他东西 他不懂拒绝 只会觉得开心 谢谢你呀前爹 谢谢你呀 喜儿追着张探表示感谢 不用谢不用谢 我是你前爹吗 嗨嗨啊 前爹 我帮你跳支舞 那好呀 你跳什么舞 我跳小天鹅 小朋友点着小脚 在客厅里来了一段小天鹅舞 还没跳完呢 他就罢工了 一边嗨嗨嗨笑 一边嚷嚷自己是一只小天鹅 可可爱爱没有头的样子 晚上回到家里 喜儿第一时间和子子分享这个好消息 你前爹买了新衣服给你 是呀 嗨嗨嗨我好开心 谈喜儿小朋友 你怎么就没拒绝呢 我好开心 你要拒绝 我才不拒绝 为什么不拒绝 我好开心 你要新衣服 子子给你买不行吗 为什么要让前爹给你买 啦啦啦啦啦啦 盘景儿彻底无语 这个小憨憨儿什么都不懂 更别说人情世故 他把喜儿抓到跟前 告诫他以后没有子子的允许 不能要前爹买衣服 喜儿眨眨大眼睛 点点头 说知道了 旋即问 前爹是不是喜欢我呀 姐姐应该是吧 还害了 喜儿太 可爱 啦 小布点跑到镜子前打亮自己 臭眉起来了 然后跑来问谭景儿 姐姐 让前爹喜欢姐姐吗 谭景儿 你问 这么多干嘛呢 我关心姐姐呀 谢谢你啦 不用谢喜儿紧跟着谭景儿追问 姐姐 小柳老师当妈妈啦 小元老师也有男朋友啦 你怎么没有呢 你好懂的样子 还害了 我一点也没骄傲呀 我没有夸你 那你夸夸我呀 谭景儿日渐感受到 谭景儿小朋友的成长 以前她可不懂这些 没心没肺的快乐住 但是现在竟然开始 懂很多问很多了 虽然谭景儿小朋友 日渐成为十万个为什么 每天都有一大堆的问题 等住她 而且其中很多问题 是她也没办法回答的 每次回到家里 看到小朋友 见她要问问题 她就会头痛 但是她的心里是高兴的 她见证住妹妹的成长 隔天傍晚时分 喜儿吃了晚饭 准备出门去小红马学园 她子子送她出门 不去跟白舅舅和马舅妈说拜拜吗 谭景儿问道 以前喜儿喜欢往白剑平那边跑 出门或者回家 都要去打声招呼 可热乎了 但是最近喜儿不去了 甚至有躲那边的意思 听到子子这么问 喜儿立刻紧张起来 示意子子不要出声 虚 然后小心地张望了一眼走廊那头 见没有人出来 稍微松了口气 敲咪咪地下楼梯 回头见子子站在楼道口没有动 连忙招手要她赶紧跟上 谭景儿对小妹妹做贼事的样子感到好笑 听话地跟住喜儿走到了一楼底下 这下喜儿重重地松了口气 如是重负 你这是怎么了 怕白舅舅吗 喜儿摇头 不好意思地海阿贴笑 说 马大姐会抓我去吃饭饭的 我好怕她压 谭景儿好笑又无语 纠正 说了多少次 不是马大姐 你不能这么叫 你要叫马舅妈 马大子喜儿倔强道 马舅妈 马大姐 你要跟子子作对是不是 嗨阿贴 马舅妈 喜儿闹不明白 子子都喊马大姐 为什么她却要叫马舅妈 不过她是个不被烦恼和问题困住的小朋友 想不通就不想了 她一阵风势地开跑 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洋装自己是一架纸飞机 正在天空中凹翔呢 不要跑 会摔脚的谭景儿提醒道 转过一道弯 喜儿风一样又跑了回来 藏在她身后 因为前方的小巷子里 两只狗子堵住了她的去路 她怕狗子 狗子不怕她 她只能认场 谭景儿背住她走远了 她才敢重新落到地面上 回头没见到狗子了 又恢复了喜憨憨儿的模样 蹦蹦跳跳 来到小红马学园 她来得比较早 学园里小朋友没有几个 都在教室里玩 院子里 老李不在 她坐在港亭里 听收音机 喜儿跑过院子 正要去找小白 突然看到院子的角落 有人在吵架 跑过去一看 是小圆老师和新小光 这个小憨憨儿 明知道人家在吵架 还跑过去 处在两人跟前看 把两人看得不得不停下来 你瞪着我干嘛 喜儿 新小光问 你欺负小圆老师 喜儿指责新小光 无条件支持小圆老师 新小光笑了笑 和小圆老师说了句 回家再说 便获喜儿告别 进了工作室 喜儿见自己打跑了 哗啦哗啦的小光哥哥 得意地蹦敲住 跑去楼上找小白 张探买的衣服到了 刚好再让他们两个试穿一下 这回小白的衣服尺寸合适 喜儿的稍微大了一点点 但没关系 你正在长身体 穿住穿住就和声了张探一边说 一边趁机捏了 捏喜儿的小脸蛋 手感超级Q弹 他瞄了瞄小白 女儿的小脸蛋没办法下手 太凶了 会被追着揍 所以只能捏捏喜儿 第1170章白舅舅 梁小只正在家里是衣服 穿上后就不愿意脱下来 哈哈哈哈到处蹦打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抱在一起说他们是好姐妹 谁叫两人穿的衣服是同一款呢 颜色 款式都一模一样 人大小也差不多 看起来真像是一对孪生姊妹 喜儿跟小憨憨儿似的 笑疯了 像没穿过新衣服似的 一件新衣服而已 至于高兴成这样吗 张探好笑地看了看他们 捡起沙发上他们脱下的外套 小白的外套是去年夏天买的 到现在已经越来越小了 到明年这个时候肯定是穿不了的 小孩子的衣服就是这样 只能穿一个季节 季节过了 衣服也要更新换代 换大一号的 她本来想把衣服留下来 将来给喜儿穿 但是一想 又不缺这点钱 到时候给喜儿买新的 喜儿是她的前女儿 要当成亲女儿一样对待 收起来 明天捐掉吧 正在哈哈哈哈蹦跌的小白 一机灵 在远处都能听到 立即哒哒哒跑了过来 把换下的旧衣服 紧紧抱在怀里 不让捐 喜儿健壮 也学小白 还害了一阵风势地 跑了过来 紧紧地从沙发上 抱起自己的小衣裳 搂在怀里 警惕地盯着张探 还阿贵 不准丢喜儿的衣服 张探无语 心说我又没说要丢你的衣服 你的衣服 不是放在沙发上吗 我动都没动 她对小白说 这衣服你穿不了了 小白依然不肯 紧紧搂着小衣服 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打开衣柜 抽出底层的一个大抽屉 把这件换下的外套 塞了进去 跟进来的喜儿健壮 也拼命把自己的小衣裳 塞进去 但被小白拿了出来 让她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张探问 你要留着吗 小白 小白 小白摁了一声 张探 那没问题 但是我们先洗一下吧 烘前后再叠好放进去 张探把抽屉里的衣服拿了出来 准备拿去洗 她看到抽屉里 整齐地放着一件蓝色的外套 都快洗白了 衣领和袖子 有许多碎口子 胸前的还有中华 两个白色的大字 看到这件衣服 瞬间勾起张探的万千丝绪 她现在只想给小白 所有的最好的 小白自己在操作洗衣机 有模有样的 操作虽然不熟练 但是没有错 张探站在一旁稍微指点一下 喜儿抱住自己的小衣服 也想塞进洗衣机里 但被小白拒绝了 你又没有脏 你还要自己穿塞 喜儿看看小白 看看洗衣机 哼了一声 抱着小衣上嘀嘀咕咕走了 显得很不满意 没一会儿 她又跑了回来 大声嚷嚷说 小白 小白 刘刘哭了 你快来帮帮她呀 小白立刻丢下洗衣机就跑了 在哪里 在哪里 和谁打架了 在外面 喜儿拉着她的衣服 往屋外跑 刘刘在二楼哭 二楼的寝室门口 小白见状 撸起袖子 气呼呼地说 拉个了 拉个了 谁欺负你了 胖刘刘 哪锅 哪锅 站出来 她习惯性地就要喂刘刘 出头 刘刘以前在小红马学园 是店底的小朋友 常受到大孩子的霸凌 她甚至有好几个死对头 罗子康 赵小春 不知不觉中 刘连已经成为了小红马里 最大的那一批小孩子 没有接个人可以欺负她了 变成了她欺负别人 但是小白一见流流哭 还是习惯性地撸袖子 互毒 小白瞪着大眼睛 气呼呼地环顾四周 想要找出欺负人的那个小坏蛋 流流一边哭 一边指向了憨憨的呆呆的小悠悠 说是小悠悠欺负了她 哈 小白震惊 不知小白震惊 喜儿也惊掉了下巴 她左看右看 小悠悠不像是欺负人的小孩呀 也没有能力欺负流连 就算现在 小悠悠也是一脸的猛圈 看起来在犯迷糊呢 就这么个小萝卜头 她能欺负大坏蛋沈流流小朋友 还好小满老师来了 她分析案情 很快理清了头绪 原来是小悠悠 把榴莲起来的零食 全部吃光了 小悠悠已经吃了好几天了 榴莲到今天才发现 顿时天旋地转 被伤透了心 战斗站不稳 跌坐在地上 哭天抢地 上气不接下气 差点没避过气去 是嘟嘟拎着急救箱 来抢救的 不然小白和喜儿 等不到见流流最后一面 她就已经气晕了过去 小毒虫小悠悠小朋友 干了坏事不自知 还是迷迷糊糊 萌萌大的模样 小白和喜儿 嘟嘟 小米等人围着榴莲安慰 终于让榴莲暂时缓了缓 榴莲看到小悠悠 被小刘老师带走了 而小米却不打算抓她去坐牢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她压得小米 你都不抓小悠悠去坐牢 你抓她呀 你抓呀 刘刘愤懑不已 她一犯事就被小米捉走 小悠悠 前了这么大的坏事 却没被抓走 还有没有王法了 是不是玩不起 不哭不哭 喝小熊塞 小白把刘刘带回家里 塞了一瓶小熊饮料 在刘刘怀里 刘刘的哭声立即小了 小白再端出各种零食和水果 刘刘不哭了 小白还把自己手机里的照片 拿出来和榴莲分享 这段时间 小白化身小摄影师 举小手机到处拍 见啥拍啥 刘刘本来不在意这些照片的 但是他忽然看到白剑平端住一碗饭 坐在好几个大桶之间吃饭 十分好奇 就问白舅舅这是在干嘛 得知是在吃饭 而且白舅舅是管饭的 顿时眼睛亮了起来 刘刘再三向小白确认 白舅舅真的是管饭的吗 什么 他管好几百个人的饭 什么 他们的饭饭都很好吃 有很多肉肉 刘刘眼睛大亮 对小白在剧组拍的白剑平的那几张照片特地好奇 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玄机认真地告诉小白 他要和白舅舅交朋友 好朋友 我们是好朋友 哼 你们谁也不准拦我 我要和白舅舅交朋友 我们是好朋友 我要去看他呀 他呀的白舅舅可喜欢我了 天呀 白舅舅 你好不好呀 你在干什么呀 这个晚上 刘刘除了吃喝玩乐 还多了一项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等白舅舅来接小白时 和他搭上话 最好交成最好的朋友 然而可惜 白剑平这个晚上没有来 因为小白不用他接 小白住在自己家 哪里也不去 得知是这么回事后 刘刘鼓动小白 今晚就去舅舅家住 小朋友有没有良心呀 他差点被小白打了 第1171章分团子 晚上十点 谭景儿来接喜儿回家 却见这个小朋友 穿了一身的新衣服 嗨嗨大笑住 在他面前炫耀不已 谭景儿看了看 在喜儿期盼的目光中 就是不问这套衣服 喜儿蹦蹦跳跳 忍不住道 姐姐你不问问 喜儿的新衣服吗 谭景儿这才呛了他一眼 一边牵着他的小手离开 你前天买的那件 喜儿拼命地点头 嗨嗨啊 也太好看了 哇 小朋友拉拉起来了 唱着不知名的儿歌 自个儿乐住呢 谭景儿带着他出了小红马 喜儿站在门口 朝港厅里的老李笑道 李白白 你看到我的新衣服吗 嗨阿贴老李 从窗口伸头出来看向 喜儿 笑道 哟 来的时候都不是这身衣服 怎么回去的时候就换上了 嗨嗨啊 小朋友乐得昂起小下巴 骄傲地宣布 是我前爹爹喜儿买的 牢里竖起大拇指 说了不起 喜儿还要再和他声聊几句 但是被谭景儿拉走了 这小画牢碰上得意识 可以牢个没完 坐上来 好好抓着 知道吗 不要掉下去了 谭景儿今晚起粉色小电动来了 先把喜儿抱上了后座 自己才坐上去 让喜儿抱紧他的膝腰 嗨阿贴儿 掉下去我就会疼 我疼我就会哭 我哭姐姐就会难过 姐姐难过前爹就会难过 前爹难过小白就会难过 小白难过我就会难过 我难过姐姐就会难过 小画牢陷入无限循环中 一路都在这个难过 那个难过 谭景儿在小楼前停下车 摘下头盔 把依然泰然自若地坐在后座上 唠叨的喜儿抱了下来 帮他解下头盔说 别说了 你不累吗 嗨阿贴儿喜儿鸣笑 玄机难受地说 姐姐 姐姐 我怎么停不下来了呀 你快帮我呀 陷入无限循环的喜儿 自己把自己绕晕了 怎么都出不去 谭景儿二话不说 用手捂住喜儿的小嘴巴 终于 唠叨停止了 当他放开手时 喜儿深深吐了一口气 如是重负 回到家里 谭景儿小朋友第一时间 跑到镜子前 欣赏自己的新衣服 谭景儿看了看他 没说什么 进厨房准备热水 帮小朋友洗脸洗脚 当他提着热水出来时 见喜儿还在镜子前臭美 于是说道 前爹给你买了新衣服 你是不是要感谢他呀 喜儿一听 十分地认同 感谢我感谢他 姐姐 我感谢前爹 感谢不是嘴上说说的 要拿出实际行动来的 喜儿抬起小手 拍了拍姐姐的胳膊说 我感谢干爸 你打我干嘛 嗨呀嗨呀 过来洗脸 给喜儿洗了脸 再照顾他喜之悠悠 谭景儿继续说 你要好好想想 怎么感谢前爹 我帮前爹 骑趴趴马皮 你的趴趴马太小了 前爹起步了 Emman 我对前爹 讲个好笑的笑话 Perry 嗨嗨呀 笑死我了 嗨呀嗨呀 谭景儿无语 都没讲呢 怎么就自己笑起来了 他继续否决了 喜儿的提议 讲笑话 喜儿不适合讲笑话 别人没笑 他自己就已经笑得 上气不接下气了 那我跟前爹讲个故事 喜儿提议 他今晚执着于 跟前爹说点什么 这样可以 但是不够压 还要再想想别的 我给前爹唱个歌 那也可以 再想想别的呢 我给前爹做团子吃 Jessica 可以呀 但家里没有材料了 明天我们去买吧 好 第二天上午 喜儿跟祝姐姐去菜市场 买了做团子的食材 回到家里 就开始洗手手 准备干活呢 这小朋友对做团子 轻车熟路 不是第一次做了 谭锦儿和他捏了好多个 每捏一个 喜儿就要说 这个是给谁谁吃的 有的是给小白的 有的是给流流的 但凡喜儿认识的小朋友都有 中午的时候 他就迫不及待 提着食盒来到小红马 给前爹和小白送团子来了 他们的李大爷也有一份 虽然团子只有两个 但是被包装得仔仔细细 可可爱爱的 李大爷直呼舍不得吃 给我吃的 家里 喜儿找到了给他买新衣服的前爹 喜滋滋地捧着一个精美的石河 递上去 狂点小脑袋 嗨嗨嗨嗨 一旁的小白剧烈咳嗽起来 他吃团子噎住了 团子有点黏 喉咙前的话 会有些难下咽 谭锦儿第一时间给小白水喝 喜儿给小白拍打后背 嘴里说道 孩子 你不要吃得太快吗 小白 你喊我啥子 孩子 孩子 小白你不是孩子吗 张探打开了石河 正在打量躺在石河里的五个团子呢 赞探道 也太可爱了 这 是谁做的 举起手来 喜儿小朋友立刻高高举起了小手 蹦打道章 探跟前 大声说他做的 只见送给张探的五个团子 被绘制了各种表情 看起来像是五个小朋友 有的在微笑 有的在大笑 有的撅嘴 半可爱 这哪里是 用来的吃的 谁忍心吃下这么可爱的小团子呢 还有子子喜儿觉得自己不能独吞这份功劳 功劳里也有子子的一份吗 张探称赞谭家两姊妹心灵手巧 可可爱爱的 她因为小团子们太可爱而舍不得吃 但是有的小朋友可没有这份文艺的心 人家一口一个 问还有吗 这便是晚上到来的沈流流小朋友 沈流流小朋友三下午除二 就把自己的那一份团子吃完了 然后盯上了嘟嘟的 嘟嘟转身 背对住她 不给她任何机会 流流冷哼了一声 跑去找喜儿 问还有吗 喜儿已经没了 都分给小朋友们了 喜儿送给榴莲的那份 特地放多了三个团子 就是知道榴莲能吃 但还是没想到她这么快 就全部干掉了 别的小朋友吃团子 都是小心翼翼 小口小口地吃 我们的流流流小朋友没有这么多的讲究 拿起一个团子 长大嘴巴 嗷呜一声 就一口吃下去了 流流围着喜儿大唱赞歌 说这也太好吃了 bug 太好吃了 你把单纯的喜儿哄得开心不已 答应明天再给她做团子 哈哈 那是谁 流流忽然看向了躲在远处角落吃团子的三小只 分别是屎包包 小郑郑和小年 她哈哈两声 就冲了过去 吓得三小只四散而逃 结果可想而知 三小只她一个也没抓到 但却意外地抓到了小悠悠 其实是小悠悠自投罗网 主动送人头来的 小悠悠也领到了一份小团子 她是来送团子给榴莲的 因为她前几天把流流藏起来的零食吃光了 害得流流哭得好惨 她虽然健忘 丢三落四 迷迷糊糊 但是惹哭了 流流这事 她记得可清楚了 她做了坏事 但是流连始终没有找她的麻烦 今天借花献佛 小悠悠决定把自己的团分给流连吃 流流呆了呆 旋即大喜 你真的不吃吗 真的吗 你点头了 6666压小悠悠 你点头了 流流放心地接过了小团子 刚捏起一个就要塞嘴里 忽然看到小 悠悠在一旁眼巴巴地看住 想了想 把快到嘴里的小团子喂给小悠悠吃 你吃个尝尝 小悠悠健壮 呲牙笑 嘻嘻嘻嘻嘻 她嗷屋一下 把小团子吃在嘴里 美滋滋的 第172章长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流连想要重新认识小白的舅舅 每天晚上都盼望着能见到他 但是左等右等 也没有等到白健平的到来 她鼓励小白把白舅舅喊来 但是小白不搭理他 并且扔了一个白眼给他 觉得他神戳戳的 想见不到 但是流流不气馁 连续几天惦记白健平 老李见他竟有如此毅力 有点被打动了 便问流流到底要找白舅舅做什么 如果是高大上的理由 那么老李不介意拔刀相助 助流流一臂之力 但是流流只是想要 向白健平表达敬意 因为他认为 白舅舅正在做的事业 是一份充满前途和光明的事业 是他的梦想 他的梦想是到饭店打工 或是开一家小儿推拿馆 现在 他的梦想库里 又多了一个梦想 那就是到剧组去管火时 就是白健平现在做的这份工作 张探也在一旁 听得好笑 不过 他很快就严肃起来 梦想没有高低之分 不该嘲笑流流 管火时怎么了 说不定长大后 流连就成了国际知名的厨师长呢 因为爱好 所以专业 他觉得有必要成全流流 明天他就请白健平到家里来喝酒 同时放风声给流流 让他凑巧来串门 张探的脑海里 不禁浮现流连和白健平见面的场景 流连当时肯定会唱着一首歌而来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呀 白健平不知道自己无意之中 就成了小朋友的偶像 简直是无中生偶 让人猝不及防 他此刻还在剧组拍戏现场 今晚有一场夜戏 需要加班 所以他需要准备宵夜 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多 剧组才收工回家 白健平看住剩下的许多宵夜 丢了可惜便要来了打包盒和筷子 仔仔细细地把这些宵夜装进去 打包了好几大份 他拎着石盒过地铁安检室 还差点没能通过 回到皇家村时 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经过小红马学员时 看到大门口有点热闹 有家长进进出出 进去的时候空手 出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个娃 白健平往里面看了看 教室里灯火通明 没有看到小白的身影 那个瓜娃子应该是在寝室里 监督流苏的小朋友们睡觉 他穿过小巷子 镜子去了工地的棚户里 找到那些老白和大白们 把打包的宵夜给了他们 同时还有一瓶 没有开封的大熊酒 大熊酒不是剧组剩下的 而是白健平自己买的 不然光吃宵夜不喝酒没劲 这些老哥们平常工作太辛苦了 伙食不算差 但也不算好 他自从进了剧组后 但凡有剩饭剩菜 比较好的 他就会认真打包 尽量打包那些没有动过的部分 拿回来送去工地上 自己再搭瓶酒 书 喝一点再走 有人喊住要离开的白健平 菜和酒都有了 喝不喝一点再走呢 当吃宵夜 白健平很是一动 以前常这么干 不了不了 老马在家呢 你们吃吧 白健平摆摆手 挽拒了这个提议 几个书睡住了 还是明天中午再吃吧 现在也不饿这些饭菜 我装好 几个年纪大的老乡 这个点已经睡住了 毕竟前了一天的体力活 不比年轻人 到了晚上只觉得浑身酸疼 提不起精神 而且 他们晚上都会喝些酒 不是因为有酒瘾 而是喝酒能够让身体的疼痛感减轻 晚上睡觉才能睡得住 不至于痛得全身不舒服 当然 喝酒也能让人精神 不止晚上 早上起床后吃早餐 有些年纪大点的人 也会喝一小杯 给自己提神打气 喝一点不会被察觉出 所以 没关系 通常都是这么操作的 白健平呆了呆 点点头说 那就不要吵醒他们了 让他们睡吧 我明天再来 这几个睡着的人 年纪和白健平差不多 以前白健平在工地上工作 也常累得身体不舒服 晚上要喝点酒才行 不然睡不住 那是以前 现在再让他去做这些活 他肯定做不了了 第二天到剧组上班 白健平监督厨房采购了食材 开始做午饭了 稍微空闲下来 便夺不到剧组拍戏现场 站在最外围伸长脖子往里看 以前他看电视 最爱看新闻联播 关心国际国内大事 自从进了剧组后 他也开始关注电视剧了 边看边评头论足 说这个演员演得不好 那个剧情不合理 俨然一个在演戏界 经营许久的大咖 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 他有机会接触到拍戏 平时工作之余 爱做的一件事 就是站在拍戏外围围观 看得津津有味 看了一阵子 他立刻深切感受到 这部戏比他之前那部好太多了 不论是演员的能力 还是导演对拍戏的严格要求 都不是那一不能比的 忽然他看到剧物 从事业里一闪而过 一机灵 目光在人群外围找到了剧物 想了想 跟了过去 离拍戏现场远了后 才上前搭话 白师傅 有事 剧物问道 因为张探的关系 他对白剑平很客气 没事没事 就是有个事 白剑平不出意外地 又紧张起来了 但凡要求人办事 他就吞吞吐吐 说话不利索 总觉得难以启齿 剧物对他的性格有所了解 笑道 没事 又有个事 那你到底是有事 还是没事 要是真没事 我就走了 还有事等着我过去处理 白剑平文言 立刻摆手说 没事没事 您去忙吧 您去忙 剧物盯住他看了看 说 真没事 那我走了 他走了后 白剑平才暗自懊恼 悄悄给了自己一巴掌 为什么就不好意思开口呢 为什么就这么死要面子呢 要是老马在 早就说完了 他一边往厨房走去 一边心里嘀咕琢磨 想到关系到老白们的工作生活 再难以启齿 他也要说啊 那就等吃了午餐 再找剧物说吧 白剑平自言自语 旋即一响 机灵了一下 要不直接去找张探 张探有没有这个权利 不行 不行 张探是编剧 不关火石 但可以请张探去找剧物说吧 张探出面 剧物一定会答应的 他越想越觉得可行 打定主意找张探帮忙 但是当他回到厨房 后 又迅速推翻了这个主意 不好 不好 不要什么事都麻烦人家张探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难事 找一下剧物 说一下 应该就成的自己都没试过 怎么就打退堂鼓 比小白还不如 他还是决定自己来处理 不过 还没等到吃午饭 剧物忽然过来找到他 主动询问起到底什么事 有话就直说 人家剧物很会察言观色 哪里会不知道白剑平找他有事 只是羞于开口而已 白剑平健壮 人家找上门来主动询问了 再不好意思说就是犯贱了 于是把藏在心里的事项说了出来 原来他是想为那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乡 找份工作 现在后勤这块不是开除了好几个人吗 一直没有补充人员 他想能不能请他那几个老乡来做 这些活不累 薪资待遇不差 而且包吃 和适合他们 剧物一听 笑道 我还以为什么事 就这啊 行 你找个时间把人带过来 让我看看 但是 这几个人必须身体健康 没有疾病 要持症上岗 白剑平懂 就是指健康症 第1173章最后剩下的是谁 白剑平把他那几个老乡 领到了剧组 和剧物见了剑 聊了几句 便顺利地通过了面试 几人明天就可以过来上班 几人对白剑平十分感激 晚上拉着白剑平 在工地的棚户里喝酒 白剑平喝得七八分醉 回不去了 被两个小伙子 搀扶住回到家的 马兰花感谢了这俩老乡 带他们走后 立即变脸 没给白剑平好脸色看 若是以往 白剑平会立即成惶成恐 但是今天他喝醉了 察言观色不行了 没有察觉到老马变了脸 他躺在摇椅上 嘎吱嘎吱摇晃 哼起了小调 心中得意 炫耀自己办了件大事 他介绍老乡进剧组的事 马兰花是知道的 本来要骂白剑平的 威严后马兰花忍了下来 难得没有说他半句 而是端来热水 给他洗脸洗脚 然后轰上床睡觉 马兰花回到浦江 一个多礼拜了 闲得难受 于是重操旧业 又做了煎并果子 先小事牛刀 做了几十个 拿了一些 给隔壁的谭家小姊妹 喜而意见白舅妈来了 吓得立刻溜进了房间里 不敢出来 直到马兰花走了 谭景儿喊她出来 她才探头探脑地 打开了卧室的门 不放心地瞄了瞄准家里 没有见到白舅妈 才松了口气 白舅妈来了 你多躲什么呀 谭景儿问 我怕怕地 喜而直言直语 你怕什么 我吃得太饱了 谭景儿失笑 说道 你看 白舅妈送来了煎并果子 你想不想吃 喜而上前瞅了瞅说 是真的 煎并果子 你不是说 想吃白舅妈做的煎并果子吗 现在有了 要不要吃一个 嗨阿帝尔 喜而还是闻闻 说不吃煎并果子的喜而食言了 她去小红马学员后 见到这里的小朋友 也有煎并果子 于是跟风也吃了半个 撑得哀声叹气 马兰花把做的煎并果子 送来的小红马学员 分给这里的小朋友吃 刘刘和嘟嘟 在娃娃堆中穿梭 手里拎着一袋煎并果子 问这个 问问那个 还要不要吃 嘟嘟看到喜而 立刻指着她说 胖刘刘 给喜而一个煎并果子 她要长大呢 刘刘哈哈大笑 不要跑 聊喜娃娃 快抓住她 给她吃煎并果子 喜而一听 连忙摆手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我真的不要了 喜而 一溜烟 吓得转身就跑了 躲到了张探家里 和前爹坐一起聊天 看卡通 直到小白和小米来敲门 伸进去小脑袋 喊她去玩 三人刚下楼 就看到刘连和嘟嘟 在护棚换友 说去拉巴巴 我也去 我也去 好家伙 拉个巴巴都要结伴 只想玩 不想干活 闺蜜团都去了 就连成成这种 不拉巴巴 不上厕所的小公主 都去了 你们不要在卫浴里玩 小满老师提醒道 这种护棚换友的 多半会躲在浴室里玩耍 不会 不会 小白说 带着一群小伙伴呼拉一下 全部进了浴室 刚好六个小马桶 六个小朋友依序坐下 刘刘又是最后一个进来 推开第一个隔间的门 被里面的小白呵斥 吓得连忙把门关上 他推开第二个隔间的门 喜而看住他还阿贴笑 说自己好害羞 让刘连快关门 刘刘推开第三个隔间的门 是小米警官 小米警官威胁他 再不关门 就要抓他去坐牢 推开第四个隔间的门 是故事大王城 成成什么话也不说 就这么直勾勾地看住刘刘 刘刘连忙主动帮他关上门 还祝福成成好好拉巴巴哦 不用猜了 第五个隔间坐着的是嘟嘟 但刘刘还是要推开门看 他一推开门 嘟嘟就哈哈大笑 把他吓一跳 刘刘只能在最里面的隔间坐下 他一坐下 就开始直播自己的整个过程 并且全程伴随着 摁一摁一摁的奇怪的声音 坐在他旁边的嘟嘟 最先受不了 胖刘刘 你不要出声好不好 你好吵呀 回应他的 是刘刘更加热烈的 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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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摁啊 呼呼呼 其他几个隔间的小朋友 也纷纷受不了 开始讨伐讨厌的刘刘 一时间 小轻音四起 都在指责刘连不该出声 但是刘刘不为所动 爽住自己的爽 我们唱歌 小白提议 大家纷纷附和 于是开始唱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车 然而 他们的歌声 竟然压不住 刘刘的摁一摁一声 小白气得唱不下去了 愤怒地放狠话 馋馋 胖刘刘 你在出声 我花达给你两儿时 笨一摁一摁一摁啊呼 刘刘我会抓你去坐牢的 小米说 嗨嗨嗨啊 胖榴莲出声了 大家都拿榴莲没办法 正当小白准备临时暂停 去揍一顿榴莲时 嘟嘟旁边隔间的 澄澄说话了 刘刘你别出声了 我给你们讲故事听 澄澄的话很轻很柔 但是却有极大的能量 和众人作对的流流 立即停止了作怪 保证自己再也不发生 奇怪的声音了 她要听故事 澄澄说 要不要听下人的故事呀 要 小白道 不要喜儿吃反对意见 但是其他小朋友都兴奋地说 好呀好呀 于是澄澄开始讲下人的故事 她讲的是一个鬼故事 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 吓人的故事情节 加上她讲的让人身临其境 浴室里一下子 再也没有多余的声音 都安静了下来 流流不发出奇怪的声音了 嘟嘟不再敲隔板 埋怨流流那边好臭了 小米不再总是暗抽水了 喜儿也不再说 小鬼头小鬼头了 澄澄的故事讲到了一半 忽然大家听到有隔间开门的声音响了 正当大家猜测是谁时 嘟嘟就说话了 胖流流你怎么就走呀 故事还没讲完呢 6666 我不听 流流飞一样跑了 还来不及嘲笑流流胆小 忽然浴室里响起一阵嗨嗨声 接着一连串小碎步渐渐远去 大家都知道 是喜娃娃溜了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车 我再也不怕赛车 嘟嘟唱着歌给自己壮胆 提起小裤子 也疯疯活活跑了 她前脚刚走 后脚小白也跑了 刚刚还热闹无比的浴室里 一下子安静了许多 只剩下中间的两个隔间里有人 一个是悠悠地讲故事的澄澄 一个是她隔壁没做声的小米警官 这下没有人打扰澄澄讲故事了 她刚讲到最精彩的部分 忽然隔板被敲响了 她不由停了下来 然后就听到小米弱弱地说 澄澄 不要讲了好不好 马上是最好听的了 你不要急哦 小米澄澄柔声说道 不是呀 我不急 你还是不要讲了 澄澄 我有点害怕 小米的声音听起来快要哭了 我害怕等于 Omega等于 澄澄 不要害怕 我也在那小羊被吃了 她只剩下 第1174章带我去秋游晚 澄在卫浴里讲鬼故事 把一起拉巴巴的小朋友们吓得都跑光了 只剩下小米一个瑟瑟发抖 城间除恶的小米警官此刻像是一只小羔羊 被澄澄玩弄于鼓掌之间 她见澄澄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也连忙从卫生间里跑了出来 慌慌张张的 一出卫生间 就看到小白等人都在呢 聚在不远处 朝卫生间这边张望 小米 小米 快来 快来 小白朝小米招手 喊她过去 小米连忙奔过去 和大家待在一起 让她顿生安全感 不由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澄澄还在讲鬼故事吗 刘刘询问小米 得知还在 便鼓动嘟嘟去听 嘟嘟才不上当呢 胖刘刘自己不去 却怂恿她去 真是个小坏蛋 其实刘连也想去听 她喜欢听澄澄讲的故事 即使是鬼故事 其实吧 鬼故事更有魅力 虽然很吓人 越是吓人 越是有吸引力 这叫又猜又上瘾 正当闺蜜团的伙伴们 在讨论浴室里的澄澄时 只见澄澄慢悠悠地 从卫生间出来了 看到他们聚在一起看住她 小小的惊讶了一下 旋即轻声说 巴巴拉完了 变镜子走了 庞芙刚刚讲鬼故事 吓唬小伙伴 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 不值一提 小米警官是小红马的 秩序维护者 在小朋友中很有威望 大家都认同她 她在小红马努力撑着 没有表现出 自己被澄澄的鬼故事 吓了一跳 但是回到家里后 房间里灯一关 她开始害怕起来 脑海里浮现澄澄讲的 那个故事 顿时觉得四周的黑暗中 好像就藏着那只被吃的 只剩下一对羊角的小羊 越想小米越害怕 怀里抱着布娃娃也没用 她不得不撞起胆子 抱着布娃娃起床 来到隔壁找丁家敏 今晚不和小敏姐姐一起 她是睡不住的 这个晚上 和小敏一样的 还有一个小朋友 谭喜儿小朋友洗漱过后 早早就爬上了姐姐的床 单方面宣布 今晚要和姐姐一起睡 给姐姐一个小小的 暖暖的拥抱 躺在姐姐的怀里睡觉觉 温暖又有安全感 于是小心思开始动起来 竟然问姐姐 要不要听下人的鬼故事 下人的鬼故事 谭景儿惊讶 问问问 嗨阿叶你要听吗 那你讲来听 谭景儿对喜儿的鬼故事很好奇 只听过喜儿讲笑话 没听过讲鬼故事 从前有一只小羊 喜儿断断续续的讲述 同一个故事 不同的人讲述 效果完全不同 程程讲出来 吓跑了一大帮小朋友 而喜儿讲出来 谭景儿只觉得好笑 一点也不吓人 还有呢 谭景儿问 喜儿摇头 说没了 但你故事没讲完呀 没了呀 喜儿跑了 嗯 喜儿跑了呀 喜儿害怕 没听了 就跑了 谭景儿这才听明白 原来是说 程程讲这个故事时 喜儿没听完就吓跑了 所以他自然不知道 这个故事的全部 只讲到一半就没了 好了 睡觉里 谭景儿说 一点也没被吓到 倒是想摁住喜儿 清两口 喜儿讲 姐姐听了鬼故事 也不怕 不断夸她好勇敢呀 真勇敢呀 一觉睡到天亮 喜儿每天都早起 很少睡懒觉 甚至很多时候 她比姐姐醒得更早 以前她小 醒得早出不去 便自己一个人 躺在床上玩 后来长大了点 能够独自开门了 胆子也大了 敢到处乱走了 便醒来后 就悄眯眯地起床 在客厅乱转 起趴趴马 而这一天早晨 她误打误撞 竟然把大门打开了 她在门口往外探头探脑 凌晨六点多 天色还没完全明亮 走廊上有些昏暗 喜儿壮住胆子 跑了出去 在走廊里走来走去 趴在栏杆前 往楼下探望 除了一堆狗子 什么都没看到 倒是 她被楼下的狗子们发现了 一只只昂起狗头 直愣愣地盯住她 尤其以一只二哈带头 所以当喜儿在往下探望时 立即发现自己被狗子们发现了 吓得连忙缩回头 哒哒哒一阵开溜 躲回了家里 把门关得砰砰响 卧室里 谭锦儿听到声音醒了过来 当她准备起床看看时 发现卧室门口 探进来一个小脑袋 笑嘻嘻地看住她说 孩子 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乖哦 几分钟后 谭 锦儿已经起床了 丢下喜儿就出了卧室 你既然说你长大了 那你就自己穿衣服吧 我不帮你 看你能自己做到吗 喜儿在她身后自信地说 我可厉害了 当当谭锦儿在厨房准备早餐时 喜儿喜滋滋地跑了过来 喊她看她穿好的衣服 这个臭美的小朋友 穿上了她前爹 给她买的那件新衣服 不过 谭喜儿小朋友 你穿反了你不知道吗 哈 喜儿低头打量自己的衣裳 不肯承认 才没有 人家好住呢 你看 这是穿里面的那一面 你穿到外面来了 你搞错了 脱下来重新穿过吧 我猜没有呢 喜儿没有穿错 这个小娃娃很倔强 坚称自己没有穿错 绝不重穿 随着长大 谭喜儿小朋友的个性 越发明显 真觉啊 谭锦儿的性格很随和 可没有觉得这一面 所以喜儿肯定不是从她这里学来的 喜儿的性格这方面和爸爸很像 谭锦儿心说 那你不换就不换吧 等下出去玩的时候 你会被人笑话的 到时候你可不要和我站在一起 我都不好意思 喜儿高高地昂起小 下巴 才不被姐姐的话吓到 两人吃了早餐 见外面风和日丽 便想去公园转一转 经过小红马学员时 喜儿下车 去喊小白一起去 但是小白告诉她 她要先去买东西 明天要去秋游呢 什么是秋游呀 喜儿好奇地问 就是去野外耍塞 小白说 喜儿一听 眼巴巴地满脸羡慕 紧紧跟在小白屁股后面 小白 小白 你也带我去秋游面 不是小学生 我是 喜儿理直气壮的 一点也不心虚 你是幼稚园的小朋友 小白揭露事实 但喜儿坚称自己就是小学生 她都八岁了 比小白都大 小白是小学生 她怎么会不是 但是你再读幼儿园勒 我 我 我考试考了零分呀 我留级了呀 好家伙 小白都震惊了 那你帮我做作业塞 霍霍霍 我就带你去 好偶喜儿一口答应 根本不想小白的作业 她会不会做 先答应再说 就是这么自信 张探和谭锦儿 带着他们两个出门 先到西长安街上的商城 买了一些秋游的用品 接着到公园里 转用晒太阳一转眼 小白和喜儿不见了 回过头才看到他们 正站在一排 吊鲸鱼的小朋友 身后围观呢 第1175章 你死了 你的电脑 可以给我玩吗 拜拜 小白 明天我来找你 你不要悄悄跑了哦 下午的时候 一行人回到小红马 喜儿和小白挥手说拜拜 并且叮嘱她 明天秋游的事 千万不要忘了逃窝 小的老小的老 小白有点不耐烦 这个小不点 已经提醒了无数次 她都烦死了 小的老小的老喜儿 学小白说话 转身就要和姐姐走 但是走了两步 发现走不动了 回头一看 咦 小白 你干嘛拉着我呀 小白拉住了她的衣裳 看住她 霍霍笑 喜娃娃 你是不是忘了啥子 喜儿想了想问 你要 我唱支歌 你才能睡着吗 小白摇头 喜儿又想了想问 那你要我给你唱支歌 你才能吃得下饭饭吗 小白摇头 不耐烦了 直接道 你要给我做作业啊 不准走 快来 哈 喜儿这才想起 答应了小白的帮她做作业的事 她 她开玩笑的呀 但是明天 她不能不去秋游 所以今天这一关必须混过去 门混过关 喜儿被小白押走了 回到家里 谭景儿想喊她回来 犹豫了一下 就看见她们走远了 张探趁机邀请她一起过来 已经下午四点了 差不多休息一会儿就要做晚饭 两家凑一起吃吧 谭景儿爽快地答应了 跟住张探回到家里 她走在张探身后 一步一驱的样子 和喜儿走在小白身后 一步一驱的样子一模一样 小白和喜儿先一步回到了家里 门锁是指纹锁 小白自己就能开 张探和谭景儿到时 房门敞开着 屋里传来电视机里的卡通声音 张探在门口脱了鞋子 穿上拖鞋 并且拿了一双女用拖鞋给谭景儿 谭景儿跟住换了鞋子进屋 并且关上了房门 景儿 你要是想睡一会儿的话 可以到喜儿的房间去 张探说道 喜儿在这里有一间专属房间 里面小床 小桌子 小衣柜什么的一英俱全 谭景儿今天确实有点累了 而且犯困她来到喜儿的房间 转头环顾 心中不由羡慕 谭喜儿小朋友 竟然在这里有自己的房间呢 房间里东西一英俱全 是个小富婆 她躺在喜儿的小床上 设定了15分钟的闹钟 放空思绪后 很快就睡着了 客厅里 喜儿和小白还在看卡通 要做作业了 小白提醒 喜儿摆摆小手说 再看一会儿嘛 再看一会儿 小白 小白才不相信她 跑去书房 把自己的书包拎了来 拿出作业本和铅笔 塞在喜儿手里 让她赶紧写作业 喜儿 写塞 你写塞 写就写 哼 喜儿被击 翻开作业本 准备大干一场 但是第一题就猛圈了 咬着铅笔头好半赏 也不知道怎么下笔 最后不得不苦着脸 对小白说 我是喜娃娃 我还是小朋友呢 小白趁机说 你不是八岁 要当我的子子吗 我是你的妹妹 小白 叫姐姐 姐姐 霍霍霍 乖乖哦 小白摸了摸喜儿的小脑袋 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拿走了作业本 装进书包 丢在沙发上 张探见状 说书包都拿出来了 要不就把作业做完 这样明天才能放开来玩小白 没一会儿 小白和喜儿都被 张 探压进了书房 坐在小书桌前做功课 喜儿也搬了一条小椅子 坐在小白身边 伸长脖子瞅小白写作业 扎扎呼呼的 说这里不是这么写的 那里写错了 把小白烦得不行 小白最后把喜儿赶走了 喜儿便抱着布娃娃 来到张探身边 可怜兮兮的陪张探看电影 但是看了没两下 又觉得前提的电影太难看了 Living都不知道在演什么 能不能看得卡通呀 张探说 你子子刚才说 不能让你看动画片了 眼睛会瞎掉 不会 会的 喜儿嘀嘀咕咕 没有再要求看动画片了 而是改为找前爹聊天 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前爹 你上过幼儿园吗 上过啊 我小时候和你一样大的时候 也上了幼儿园前爹 幼儿园会搬家吗 有时候会 你和我子子是幼稚园认识的吗 M不是 为什么不娶公主 我还没找到属于我的公主 前爹 如果王子和公主结婚了 国王还没死 那公主生了一个宝宝 该叫什么 该叫什么 前爹 王子结婚了 国王就死了吗 没有这个因果关系 前爹 喜儿结婚的时候 你会死吗 喜儿 你这么不待见前爹吗 甘霸你死了 会变成星星吗 会吧 但是能不能不要说这个事 前爹还很年轻呢 那前爹 你哪天会死 不知道 还早 没想过这是喜儿 你还是去找小白玩吧 小白不理我前爹 你死了你的电脑 能给我玩吗 原来你是惦记我的电脑啊 你要 你说啊 给你给你 你拿去吧 不要再问我死了的事情就行 张探把笔记型电脑给了喜儿 顺便在他的要求下 给 他打开了一部动画片给他看 然后自己被喜儿说了一句 前爹你想干什么就去干嘛 给赶了出去 张探看看屋外的天色 已经渐渐暗了 要准备做晚餐了 他到厨房 把食材都拿了出来 接着来到喜儿的房门口 房门虚眼 他推门进入 见谭景儿睡得正香 只是有点凉 身体蜷缩在一起 他轻轻地在谭景儿盖上毛毯 然后轻轻离开了 回到厨房 开始做饭 只是没一会儿 厨房的门被推开了 谭景儿进来了 他睡眼惺忪 显然是刚醒来 我睡过头了 没事 今天累了就多休息会儿 你出去吧 这里我来就行 谭景儿旁扶没有听到 问 是要做什么菜 鲜炖 哥 排骨萝卜汤 我来切萝卜 砧板上有一个大萝卜 谭景儿洗了洗手 操起菜刀就开始准备食材 他动作前进力锁 刀工了得 明天秋游 喜儿还是不去吧 那是小白班上的活动 喜儿又不是小学生 应该不方便参加的 我明天带他去看 自然博物馆 谭景儿一边切菜 一边说 没关系 我已经跟小白的班主任说了 小白带上妹妹 想要参加秋游 他很爽快就同意了 谭景儿沉默了一阵子说 你太惯着他了 他刚 去 书房看了眼 见到喜儿 占了张探的位置 在看电脑 这时候 他切萝卜时 不小心弄脏了衣服 张探立即找了 另外一副围裙 下意识地想要从身后 帮他寄上 但是动作到了一半停下 改为交到他手里 而没有下一步的动作 第1176章 惹哭小白的谭喜儿小朋友 张探和谭景儿 在厨房做饭时 书房里 小白正在奋笔集书 想要尽快完成作业 然后去玩 他一边拼命写作业 一边抬头瞅一瞅 坐在老板椅上 看动画片的喜娃娃 只见喜娃娃 时不时还啊贴笑 被动画片逗乐 这让小白更心愿一马 心思不在写作业上 终于 当喜娃娃再次 还啊贴大笑时 小白终于忍不住了 他先是看了看房门口 没见到老汉回来 便从小书桌前起身 走到房门口 轻轻打开一点 探头往外看 客厅也没见到老汉 应该在厨房呢 小白 你不要偷懒鸭 你快点做作业 身后传来喜儿的声音 把小白吓一跳 小白往后看了一眼 只见坐在老板椅上的喜娃娃 一脸的严肃看住她 鼓鼓的小脸蛋 煞有结实似的 小白冷哼一声 把书房的房门关上 走到喜儿身边 二话不说 捏起了她的小脸蛋 你说啥子 瓜娃子 哎呀呀呀 不要捏我的脸脸压小白 小白敲她的小脑袋 警告她不要试图管束她 因为她是自由的老鹰 喜儿听猛了 什么是自由的老鹰 小白不理会她的疑惑 让她坐一边去 空出一点位置来 然后自己爬了上去 也要看卡通 喜儿提醒小白去做作业 不要看动画片了 看动画片的小孩长不大的 孩子 你要写作业呀 小白 几分钟后 小白独霸老板以 美滋滋地看动画片 而喜儿被她赶了去写作业 喜儿嘀嘀咕咕 很不高兴 不断提醒小白 这样对她的话 她会不高兴的 但是小白不怕她不高兴吗 喜娃娃不高兴能怎么样 跳起来打她的膝盖吗 还是跳起来咬她一口 做功课 做完了你才有饭吃 小白提醒喜儿 不要想着偷懒 不帮她把作业写完 是没有晚餐吃的 喜儿苦住小脸 虽然她常常为三碗饭而苦恼 但是如果不吃的话 她觉得自己会变成恶扁的小金鱼 她坐在了小白之前做的小书桌前 拿起铅笔 看了看小白 却见小白全神贯注地在看动画片 耳边传来动画片的声音 她忍不住好奇问道 小白 小白 小羊遇到大野狼了吗 小白抽空告诉她 大野狼藏在草丛里 小羊在吃草 他马上就要被吃掉了 他还不跑呢 哈 喜儿一机灵 支棱了起来 语气焦急地说 那你快让他跑呀 你狼 个保里保七嘞 我狼个喊他快跑 你大声喊呀 瓜娃子 憨憨儿 你莫要过来哦 你要先把作业写完 喜儿苦 住小脸 心里惦记动画片里的小羊 但是却被小白镇压走不了 心急如焚 看了看眼前的作业本 鼓起勇气 拿起铅笔 粪笔集书 啊啊叫 像是在和作业本打仗 没一会儿的功夫 喜儿还啊夜大笑 把铅笔一丢 大大大跑到小白身边看卡通 同时告诉小白 他写完了 我看看小白从老板以上下来 走到小叔桌前 拿起自己的作业本子 一看 张探和谭景儿做了一道萝卜 炖排骨 一道灯饮牛肉 一道鲜虾滑蛋 一道可乐鸡翅 一道酸菜马铃薯丝 最后一道菜是谭景儿再炒 马上要出锅了 张探把其他菜端到餐厅去 忽然就听到书房里传来哭声 是小白的 他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来到书房门口 推开房门 只见小白坐在小叔桌前哭 而喜儿不知所措地站在他身边 愁眉苦脸的 怎么了这是 怎么哭起来了 张探惊讶 解下炒菜用的围裙 抽了一张面纸 替小白擦眼泪 那么坚强的小白 怎么哭起来了呢 小白只顾住哭 没有回答张探的话 张探便看向喜儿 喜儿弱弱地说 是我惹哭了小白好家伙 那么坚强的小白竟然都背 你惹哭了 喜娃娃你是真的糊啊 现在不是细问喜儿 怎么惹哭小白的时候 张探一把把小白 从椅子上抱了起来 抱在怀里 轻轻拍打他的肩膀 安慰他 小白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会儿 接着才慢慢放松 他很不习惯有人这样抱他 这时谭景儿听到哭声也来了 怎么了 小白怎么哭起来了 是喜儿惹哭了小白 喜儿弱弱地说 他仔仔瞪着他 问 你做了什么坏事 喜儿继续弱弱地说 我帮小白做了作业 他看了就哭了 谭景儿拿起小书桌上的作业本 随意翻看了两下 顿时无语 盯着喜儿不说话 喜儿似乎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 心虚不宜道 我不会做错 我还是个宝宝呢 我还在独幼儿园呢 做错了骂子子 他忍不住好奇 他自己 也不知道到底做错了 还是做对了 反正他只知道 小白看了一眼 他做的作业本后就哭了 谭景儿 你做错了 全部都错了 喜儿瞪大眼睛 彭扶难以相信 还在说 我是个厉害的小朋友呀 怎么会全部做错了呢 子子 你再仔细看看 我看一百遍你都是 做错了 对不起呀 喜儿帮小白做的作业 全部错了 小白一看 满满的作业本上 被喜娃娃写满了答案 但全是错的 他顿时就忍不住悲伤 哭了起来 他的作业本 被吐成了这个样子 要他怎么教作业吗 张探得知前因后果后 就安慰小白 吃完晚饭 他和小白一起做作业 他手把手教他 作业本写坏了不要紧 用橡皮擦擦掉就行了 喜儿大声说 他来负责用橡皮擦擦掉 写的字 小白这才好受了些 渐渐不哭了 从张探怀里下来 去洗了手和脸 准备吃饭 喜儿凑到他身边 小声呼喊他 小白 小白没有搭理他 喜儿凑近一些 软软的喊道 小白 同时伸出小手 牵住了小白的手 对不起呀小白 我不是故意的呢 我考试零分呀 小白被这句话逗乐了 想要绷住小脸 但是没能绷住 嘴角泛起笑意 哎 我都不晓得Longa说你 喜儿见状 也松了口气 嗨阿贴啊 小白我们还是好朋友 对不对 第1177章去秋游 吃过晚饭 喜儿在小红马玩了一会儿 和姐姐回家了 因为小白叮嘱他 今晚要好好睡觉觉 明天要很早起床 还要爬山 谭喜儿小朋友 回家是回得很早 但根本睡不住 在床上打滚 翻来覆去 精神亢奋 毫无睡意 姐姐 我真的要和小白去秋游哦 知道了 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东西 姐姐 你小时候也去过秋游吗 没有 哈 你为什么没有呢 我们学校没有组织过这个活动 是不是你的老师不喜欢你呀 你太调皮了吗 我才不调皮 那你喜欢你的老师吗 喜欢 那你要找他结婚吗 什么跟什么 谭喜儿小朋友 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 快点睡觉 那 你不结婚吗 你一个五岁的小朋友 怎么老是问结婚的事 你是不是知道的太多了 我骄傲了吗 嗨呀 我不是在夸你 哦 那你是在骂我呀 喜娃娃不高兴了 我没骂你 你还是快点睡觉吧 不然你明天醒不来 小白就不会带你去秋游了 姐姐 那 你订了闹钟吗 我要五点钟起床 给你订了七点钟的 太晚了呀姐姐 我要五点钟起床呢 八点半才出发去秋游呢 七点钟足够了 哦 姐姐 小夜灯怎么不亮啊 我看看 谭景儿起床摆弄了几下小夜灯 终于亮了 但是她刚躺下床 喜儿又说话了 姐姐 小夜灯太亮了 谭景儿又下床 调了调小夜灯的亮度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啦 姐姐 你知道吗 小月亮是不会发光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自己学会的鸭 我可聪明了 给你点个赞 小月亮确实不会自己发光 她用的是太阳的光太阳 为什么会一直发光 因为太阳一直在燃烧啊 小月亮围着太阳转 她是在烤火吗 天上一定很冷煮 应该 蛮冷的 姐姐 地球一直在转 她不会头晕吗 她习惯了好了 别问了 睡觉 子子 别说话了 喜儿压低声音说 子子你抱住我睡觉 不抱 你太热了 哼 姐姐如果我有了小孩 我一定会抱住她睡觉觉的 你想的太多了吧 睡觉 姐姐我睡觉觉会打呼噜吗 不会 睡觉 小白的舅妈和舅舅就会 子子你会吗 谭景儿不打算接话了 让喜儿自己一个人去说 说得累了 她就会睡觉的 果然 喜儿自言自语 嘀咕了一阵后 见姐姐没有搭理她 也渐渐话变少了 后来话没了 她睡住了 第二天一早 谭景儿是被喜儿叫醒的 子子我要带小白去秋游 你快点起床 跟我说拜拜 几点了 才六点钟 我妹妹我都听到鸡叫了 这里哪有鸡叫 喜儿还听到狗子叫了 再睡一会儿吧 子子小白会不会丢下我不带我去押 我还是去找小白皮草 谭景儿被她吵得没有了睡意 无奈地坐了起来 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 无精打采 看住眼前的喜儿无语 子子你今天真好看呀 你是小仙女吗 喜儿见子子情绪不佳 就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把谭景儿哄得阴霾进去 心甘情愿地起床 给喜儿弄早餐吃 一早上 谭喜儿小朋友都在催促子子 快点快点再快点 她跑进厨房 跟在谭景儿脚边忙前忙后 搭把手 尽自己的一份力 然后匆匆吃了早餐 夸自己的小包包 就要出门去找小白 谭景儿叫住她 把小水壶挂在了她脖子上 再给她戴上了一顶太阳帽 然后采取小红马找小白 喜儿一路上连蹦带跳 跑在前头催促她姐姐快点 不要跑了小白 小白没有跑 小白也刚吃完早餐 张探给她收拾好了东西 往她脖子上挂了个水壶 带着她和院子的喜儿会合 走吧 我开车送你们过去 张探说道 看向谭景儿 景儿也去吗 谭景儿没有准备 好奇地问道 大人也要跟住去吗 大人不用 这是小朋友们的聚会 我的意思是 今天周末 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 要不要坐车 一起送他们去坐大巴 谭景儿也跟住去了 汽车开上了西长安街 汇景车流 张探载着两个小朋友 去和大部队会合 车上 两只小朋友积极喳喳 兴奋不已 喜儿好奇地问小白 他们去秋游会不会遇到大野狼 会不会遇到缩老二 会不会看到大脑虎 又不是 去动物园 怎么会遇到大老虎呢 小白觉得喜儿又开始犯傻 憨憨的 谭景儿可能也觉得 喜儿问的这些问题有点傻 于是打断她的问话 叮嘱她一些注意事项 最后一句是 你要跟紧小白 不要一个人跑 喜儿点点头 子子你放心 呵 我会照顾好小白的 前天你也放心 明小白对 这个小不点有点无语了 我都不晓得郎哥说你 车子很快就会合了大部部队 一下车 他们就看到了小米 再朝他们招手 三小只凑一起 在老师的组织下 上了巴士 消失在张探和谭景儿的事业里 全程没有回一次头 毫无留恋 好家伙 谭景儿说 你有事就去忙吧 我自己回去 张探说 这里离剧组不远了 要不要去那里看看拍戏 没看过的话 去看看挺有意思的谭 景儿对这个提议很心动 但是她担心会影响张探的工作 剧组拍戏肯定是对外保密的 她一个外人不好进去吧 没关系的 你不要拍摄就行 我带个人进去看看没问题 谭景儿被说服了 今天周末 她本来也没什么事 本来打算是先回家 把被子床单洗一洗 然后晾晒 忙完了再去图书馆转转 同时 小白三人也在巴士上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坐下 班主任老师 拿着小扩音机在说话 今天我们来了一个新的小朋友 她是小白的妹妹 叫谭喜儿 大家要照顾好她 一车的小朋友 纷纷朝喜儿张望 前排 她站起来回头 后排的站起来伸长脖子 积极喳喳 议论纷纷 对谭喜儿小朋友好奇不已 喜儿一脸的憨憨笑 乖乖地坐着没有动 小手抓着小白的衣角不放 来到陌生环境 一开始难免有些紧张